大家下午好 那时间到了 我们的会议正式开始 大家下午好 感谢大家参加此次 2022温基地中国线上网络研讨会 此次会议由 中传温特土耳发动机上海有限公司 也就是温基地主办 我是本次的会议主持人 温基地张晓娟 本次会议我们邀请到了 温基地瑞士总部 及中国的数位专家及领导 就目前业内最关心的绿色航运 低碳减排技术 解决方案 聚焦EEXI政策履约等话题 进行全方位的讲解 相信通过此次网络研讨会 您能够对目前航运脱碳趋势 和技术解决手段 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同时也欢迎 我们在线观看的同仁 参与到本次研讨会中来 您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写到腾讯会议的留言区 也可以邮件我们 或直接参与到 会议后半部分的 现场问答和讨论环节 在进行演讲之前 我们首先邀请 温基地瑞士总部 全球销售总经理 Vokmar先生 是开场词 Let's welcome Mr.Vokmar with a welcome speech Please welcom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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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welcome to VingD customer event the future is closer than you think Louis 大家好 感谢各位 参加我们 WingD 的 webinar 会议 及 交流会 I'm so happy to welcome you today and it is a great pleasure also to see that cross country it's all working since I'm also traveling in Germany Hamburg and I can still be with you 非常高兴 今天这个机会 让我们能在跨国 跨地区 不同的区域 能在这个时间点 与大家进行交流 I'm pretty proud that we have already more than 200 guests that is fantastic to see and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really use the chance today in this webinar to talk to all our experts available talking on DF general items X engines marine applications and also the EEXI solutions 非常高兴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与各位同仁 能在此商量 进行讨论 我们WingD的 新一代的 X-IN主机 XGDF主机 以及对未来燃料的探索 我们也欢迎大家 借此机会 能有机会参与到 我们的讨论里边来 And I'm also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as the seminar does and I also need to mention a little bit about the markets and we have two very very strong segments where WinGD is very successful this is of course the LNG carrier market and that is expected to grow strongly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 我们在未来燃料领域 借此机会 也要跟大家 进行一个充分的讨论 我们在WingD 在两个市场单元 有非常良好 非常强劲的 一个市场表现 其中之一 就是我们的 X-DF主机 在LNG运输船 领域的应用 And we see also here that the LNG segment will remain strong in 2022 and that is the same as we expect with the container vessel segment that this will also be strong in 2022 the only change we see here is that the large container vessels will be moving to a smaller size so that we see more and more 8000 to 12 or 15000 TEU container vessels in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那么在 接下来的两年里边 LNG运输船市场 将继续保持 强劲的一个增长 同时呢 在过往的一年多来 超大型 万象船集装箱市场 已经有了一个 非常强劲的表现 那么我们认为 接下来 对中小型集装箱 比如说5000向 到8000箱 甚至更小型 或者一些集装箱 那么这个市场 有一个 持续的增长 接下来在散货市场 我们预判 会有一个 缓慢的增长 在未来的三年 同时油轮市场 也会表现 相对较弱 也许会受到一些 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对于PCPGTC船 汽车滚装箱市场 我们看到 这两年的表现 也比较强烈 那么VNGD推出了 Hybrid的系统 也就是 我们叫 Hybrid 混动 是混动的应用 那么在未来 及接下来的市场 会有一定的表现 再次感谢各位 我的演讲 我的讲解结束了 那么我们希望 接下来 各位同仁 能积极地参与到 与我们专家的 交流互动当中 也希望你们提出一些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这样让我们可以 充分地 共同地去探讨 再次谢谢各位 Thank you,Wokhmar Thank you,Mr.Wokhmar Thank you,Mr.Lewis 非常感谢 Wokhmar先生的 精彩致词 也非常感谢 中国销售总监 卢宇峰先生的翻译 这是温基地首次在中国 举办网络研讨会 再次感谢瑞士总部 给予我们的支持 随着当今国际航运 绿色标准政策 愈发严格的情况下 航运业加速脱炭 积极推进 清洁能源转型 已迫在眉睫 对此 我们中国船东 中国航运界 更应该对当下发展形势 有清晰的规划和认知 也希望本次研讨会 能够为您提供 有效的解决方案 好的 下面进入我们的主题 演讲环节 首先为我们带来分享的是 温基地应用工程师 李伟爵老师 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演讲主题是 双燃料发动机强力助推 绿色航运 李老师有请 各位新老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是温基地的李伟爵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温基地公司的 双燃料发动机 以及最新的技术发展 首先让我们回到 双燃料机的技术分类 双燃料技术呢 通常来讲 分为用奥托循环的 低压技术 还有呢 就是用低轴循环的 高压技术 那么所谓的低压技术 它的特点是 当你活塞上行的时候 就是那个压缩形成 开始的时候 气缸里边就开始进燃气 我们发动机的技术方案 是从气缸套两边 各有一个进气阀 然后往里边进天然气 这个天然气和燃烧空气 一起混合以后 被活塞压缩 在到了压缩 中点附近的时候 烹入点火油 把燃气点燃 推动活塞下行 做工 发动机 就是这么运行的 为什么把它叫做低压技术呢 因为它进气的时候 压缩形成刚刚开始 所以气缸里边的压力 是比较低的 那么燃气就可以 以比较低的压力 进入气缸 我们的发动机的压力是这样 大缸镜的 82-92 它的进气压力 是不大于15公斤 那么中小缸镜的 是不大于13.3公斤 所以这个压力是比较低的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一个低压技术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高压技术 高压技术 它的工作原理呢 就跟低压技术就不一样 它跟原来的常规的柴油机是一样的 当活塞上行压缩的时候 它被压缩的只有空气 没有燃气 在压缩到上市点附近的时候 燃气和点火油 喷入气缸 然后点燃 引燃那个燃气 推动活塞下行 那么这个呢 就把它叫做低流循环 为什么说是高压技术呢 因为大家知道 当你活塞在上市点附近的时候 气缸里面的压力已经很高了 通常是在100公斤以上 那么如果你要把气喷进去 那么你的气的压力 肯定是高于100公斤 而且由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要把足够的燃气 喷到气缸里面 所以它的压差要比较大 高压技术 现在来讲 如果你是用甲烷作为燃料的话 它的烹射压力是300公斤 那么300公斤和十几公斤相比呢 显然它的压力要高得多 那么刚才已经讲到 我们这用的是凹凸循环 那么高压技术用的是低流循环 在它的工作过程当中 大家都可以比较方便地区分出 哪个是凹凸循环 哪个是低流循环 也就是说 燃气和空气混合以后 被共同被压缩的 那么它就是凹凸循环 如果只有空气被压缩 燃料是不参与压缩的 那它就是低流循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发动机的一个 运行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我们XDF发动机的 一个运行过程 从这个动画里边 大家可以很形象地看到 它的几个步骤 第一个 你看活塞上行 遮住那个扫气口以后 那个gas就喷到气缸里边 然后混合以后 一起被压缩 到了上四点附近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橘红色的火焰 就是点火又喷到气缸里面 引来那个燃气 推动活塞下行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XDF用的 奥托循环的低压技术 就是这样 那么低压技术呢 它有它的一些优势 它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低压 比起高压 如果是其他方面都相同的话 那么我们毫无疑问会选择低压 低压系统 从安全性 可靠性方面来讲 肯定比高压系统要来得好 另外一个呢 它的成本也比较低 运转的时候的消耗的能量 也比较少 供货渠道也比较广 就是能够提供这样 供期系统的厂家比较多 这样的话呢 采购起来 或者溢价能力方面 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条件 这是因为 由低压带来的一个好处 另外一个呢 是它的燃烧过程决定的 它因为采用的是奥特循环 所以它呢 直接能够满足三级排放的要求 换句话说 它不需要安装EGR 也不需要安装ACR 不需要任何的额外手段 就可以满足IMO 关于氮氧化物的三级排放 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 非常好的 或者非常有利的 一个竞争的条件 那么为什么 同样用那个LNG作为燃料 用低轴循环 然后凹凸循环 它对氮氧化物排放方面 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我们有时候呢 会有一个误区 以为用了清洁燃料 那么氮氧化物的排放 硫氧化物的排放 都迎刃而解了 其实不染 硫氧化物的排放 这个呢 比较好理解 因为硫氧化物 其中的硫 都是来自于燃料 因为空气里边 是不含硫的 那么如果你的燃料 本身不含硫 那么发动机的排气里边 肯定就不会有 硫氧化物的发生 那么如果用LNG 作为燃料 那么它的尾气里边 肯定也没有硫氧化物 所以无论是 采用低轴循环 还是采用凹轴循环 只要你用LNG作为燃料 都不会有硫氧化物的排放 但氧化物不一样 即使燃料里边 不含氧 不含氮 但是因为空气里边 含氧和氮 所以在燃烧过程当中 只要条件满足 它一定会产生氧化物 那么产生氧化物的条件 其实就是高温 最主要的条件 就是高温 那么低轴循环 因为它在压缩的时候 只有空气被压缩 燃料不参与压缩 燃料是在压缩 终点的时候 喷入气缸 所以它喷进去燃烧 这个时候 气缸里边燃料的分布 是不均匀的 那么燃烧的时候 气缸里边 肯定会有局部热点产生 也就是说 某些地方的温度特别高 有些地方的温度 相对比较低一些 那温度高的地方 它就会产生 大量的氧化物 那么相对来讲 就是凹凸循环 就不是这样 因为凹凸循环 它压缩的时候 燃气已经进到气缸里边 和空气混合了 所以它的混合 是比较均匀的 它被点燃以后 各个地方的燃烧 也是比较均衡的 那么它就不会产生 局部过热的热点 它的氮氧化物的形成量 就大大的下降低了 这就是为什么 同样用AMG作为燃料 用奥托循环 低压技术的XDF发动机 它可以自然而然的 满足三级排放的要求 而采用高压技术 低柔循环的 它就满足不了 三级排放的要求 如果它要满足的话 它必须用EA 或者SEA来处理 好 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 DF或者说 酸燃料发动机的 一些技术方面的 技术方面的一些特征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WinGD的 DF发动机的 一个最新的技术发展 我们把它叫做XDF2.0 也就是装了EA 这项技术的一个 酸燃料发动机 刚才我们讲到 低压酸燃料发动机 用的是奥托循环 它有很多的有利条件 比如说它用低压 那么系统简单 可靠 安全 能耗低 比较便宜等等 然后还能满足 三级排放的要求 但是低压技术 也有它的局限性 它的局限性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它的燃料和空气 混合以后被压缩 那么混合以后被压缩 就意味着这个燃气 已经是具有被点燃的可能性了 在压缩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压缩温度特别高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自己就被点燃 也就是说你没有碰热 点火油 它自己就点燃了 另外一个 点燃以后 它的燃烧速度就会变得非常快 燃烧速度快 产生的后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暴燃 就是那个气缸里面的压力 急剧上升 然后产生敲缸 或者暴燃的现象 这个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大家注意到 我刚才讲的是 压缩温度过高 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后果 那么什么时候压缩温度会过高呢 也就是压缩比特别大 如果压缩比很大 压缩终点温度 它就会变得很高 这样的话 它就可能会产生暴燃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从理论上来讲 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 我增加燃烧空气的量 也就是说 我空燃比把它加大 空燃比加大以后 一个甲烷分子 和另外一个甲烷分子之间的 怎么讲 间距就会拉大 也就是说 一个甲烷分子 和另外一个甲烷分子之间的 氧分子和氮气分子 就会增多 这样的话 一个甲烷分子点燃以后 它要再去点燃另外一个甲烷分子 那么时间就会比较长 速度就比较慢 这样的话 燃烧速度慢了 那么爆燃就被抑制了 但这个方法呢 通常来讲是不可行的 因为燃烧空气的多少 跟增压器有关 如果增压器的效率 不能有质的飞跃 它只能给你这些空气 所以你呢 没有办法 就是增加那个燃烧空气的量 那么 另外一种方案 第二种方案呢 就是说我空气量虽然不增加 但是我想办法 把空气里边的氧减少 用其他的 不能助燃的气体来取代 那么埃泽技术 就是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它就是将 部分废气 再回到气缸里边 参与燃烧 也就是说 用废气中的二氧化碳 来取代原来 燃烧空气中的部分氧气 这样的话呢 氧气 或者说那个整个空气里边的 助燃能力 或者活性 它就降低了 活性降低以后 那么它的燃烧速度 可能也会减慢 那么爆缸 或者就敲缸的 那个风险 也就得到了抑制 这就是爱热技术的一个本质 那么有了爱热以后 因为它的爆燃的趋势被抑制 那么发动机的压缩比 就可以提高 压缩比提高以后 它的发动机的能耗 就会得到显著的下降 这个能耗就包括燃气模式下的气号 和燃油模式下的油耗 此外 由于它是废气再循环 那么它就可以显著的减少 有害物的排放 最主要是减少了甲烷淘一量 因为我们的爱热的最大的 再循环率是50% 那么也就是说 本来要随着废气排到大气里边的 甲烷 有一半 就会回到发动机里边再燃烧 所以说从理论上讲 它最多可以减排50%的甲烷含量 那么这里边能不能达到50% 这个是不一定的 因为在不同的符合 不同的发动机上 它的载循环率是不一样的 如果它载循环率是30% 那么可能它的减少的量 就基本上在30%左右 所以50%是一个最大的量 或者说当它的载循环率 达到最高值的时候 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埃热系统的一个系统图了 那么埃热系统里边呢 最主要的呢 其实是一个冷却器 大家能看到我的光标 这个就是EGC 就是废气冷却器 原来的发动机 上面是主排气管 主排气管出来以后呢 经过增压器 然后呢 就进到比如说废气波炉 然后到烟囱 然后开到大气外面去 有了埃热以后呢 它一部分废气是往右走 但是有一部分呢 它不往右走 它往下走 然后经过一个关断阀 然后就到那个废气冷却器 因为你废气温度是200多度 你不可能 100多度200多度 你是不可能直接进到那个增压器 进到那个气管里面参与燃烧的 所以它要用一个EGC 就是废气冷却器 冷却完以后 再进到增压器的压气机 随同外界来的空气一起 被增压器的压气机压缩 然后再到主机扫气箱里面 参与燃烧 就这么一个过程 EGC的冷却呢 是用水喷淋的形式 就是说它的冷却介质 和被冷却介质 是直接接触的 是一种喷淋式的冷却 这个冷却过后的水呢 回到循环水仓 然后再用泵 达到一个板式冷却器 这个板式冷却器的冷却介质 是海水 用海水来冷却这个淡水 冷却完以后 再经过废气冷却器 去冷却废气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有一个灰不溜秋的 就是隐含调的呢 它写了一个Economizer 就是一个经济器 那么为什么要有 这么一个经济器呢 当然我们刚才讲到 它在循环率相对 是比较高的 最高可以到50% 那也就意味着 有50%的废气能量 是不经过 那个原来的 主废气过路的 那么蒸汽产量 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如果是这条船 需要的蒸汽量比较大 那么我们就可以 在挨着回路上面 再增加一个经济器 这样的话呢 所有废气的能量 都可以得到应用了 这个是 是为什么这里边 会有一个 Economizer的 一个灰的东西 那么灰的 大了括号意味着什么呢 它是一个option 它不是一个standard 就是说 你如果需要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你对厂商的提的时候 要提出来 我要再安装这么一个 经济器 是这样 而用边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个运行模式 就第一个 燃气模式运行的时候 ISO是要运行的 然后燃油T2模式下 ISO是关闭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燃油T3模式 ISO也是运行的 那么ISO 中间一个T2模式下的 燃油运行的 ISO是关闭的 可能有人会问了 你ISO关闭了 你为什么在这个模式下 会省油呢 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 就是ISO的作用 其实是抑制燃气模式下 运行的爆燃 使得发动机的压缩比 可以得到提高 压缩比提高了以后 发动机的能耗 或者说能效就得到了优化 能耗得到的一下降 燃油模式下的油耗 和燃气模式下的气候 都可以有显著的降低 那么简而言之 这么一句话 ISO运行本身 并不能使发动机 降低油耗或者气候 ISO的作用是 使发动机提高压缩比 成为了可能 而压缩比的提高 直接带来的效果 就是发动机能耗的下降 油耗气候的下降 大家稍等一下这个翻译有点 好 下面再看一下 就是说ISO怎么 用图示的方式来解释一下 ISO来改善燃烧稳定性 提高能效的一个 一个理由或者原因吧 大家可以看最右面 一个图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两条线 一个是带ISO的临界线 一个是不带ISO的临界线 换句话说 我的运行区域 由于有ISO的介入 它的运行区域 或者运行窗口 是得到了扩大 换句话说 原来可能会 触及到这条爆燃线的 那么由于ISO的介入 这条线就往左边移了 那么你就不会产生爆燃的 这就是ISO的一个作用 因为ISO是提高燃气 降低燃气的活跃度 使燃烧的稳定性 得以改善 那么大家可以看左边 它写的一个是 扩大用心窗口等等等等 下面还写了一个 任何情况下 都无需DCC的介入 那么这里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DCC 原来这个DF发动机是这样 当你有爆燃的趋势的时候 它会自动停止燃气的增加 然后就喷入一部分燃油 来取代原来需要的 燃气的能量 这样的话也能一直爆燃 那么现在有了ISO的介入以后 那个DCC这个功能就不要了 另外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下角的一个油耗曲线 那么这个重坐标呢 是它的油耗或者说气耗或者说能耗 横坐标呢是它的压缩比 大家可以看到随着压缩比的升高 那么它的气耗是显著的下降 往下降的 但它的下降的趋势是随着压缩比的提高 是缓慢的往下走的 换句话说它就呈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边际效益 递减的一个规律 那么对我们的DF发动机来讲 因为原来的压缩比比较低 所以我们只要把压缩比提高的稍微大一点的幅度 就能很有效地降低那个发动机的气耗和那油耗 好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能耗的一个比较 这个我们是X92DF 就是加了AZ和不加AZ的一个油耗气耗的对比 左边是燃气摩塞的气耗 大家可以看到在90%符合的时候 它能够下降7.3克 70的时候是8.3克 50的时候是9.1克 那么30的时候是12.3克 那么相对来讲就是如果我们以我们最大的一个DF 怎么讲就是那个最大的一个传播 就是我们以前做的23000箱的达飞的 用的是12缸的92DF 那么它的功率是63840千瓦80转 如果也这个发动机有同样幅度的下降的话 那么它每天的油耗的下降是这样 在90%符合的时候 它每天可以减少12.5吨的燃气消耗 70%的时候 不是啊 就是90%的时候燃气消耗量的减少是10吨 70的时候是9吨 50的时候是7吨 30的时候是5.5吨 非常巨大的一个能量的节省 如果在低流模式下 或者说燃油模式下 90%符合的时候是9.1克 然后70%都是10.2克 50%的时候是11克 30%是13.3克 换算成每天的油耗 90%的时候就可以节省12.5吨 70的时候是11吨 50的时候是8.5吨 30的时候是6吨 那么这个幅度呢 比那个燃气的更大 更厉害 下面一个呢 是我们举了一个 就是经常用在大型LNG运输船上的VX72DF 那么它的装ISER和波装ISER的能耗上的区别 在90的时候90%符合的时候大概是5.4克 75的时候是6.1克 50的时候是8.8克 30的时候是10.1克 换算成每条船在的节省 因为这个船呢通常是双击双脚 所以我们把两台机合并在一起来进行比较 那么如果是双击双脚 它每天的那个节省的燃气是这样 就是90的时候是3吨 75的时候是2.5吨 50的时候也是20.5吨 30的时候是2吨 那么在燃油模式下呢 它每天节省的是这样 90的时候是2吨 75的时候大概是2.3吨 50的时候是2吨 30的时候是1.5吨 所以它的节能的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另外一个呢 除了节能以外呢 在排放方面2.0 或者说装了ISER以后 它也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或者说提升 最主要的是那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大家可以看最左边那个 就是比较高的那个柱 绿色的和是装了ISER以后 那个蓝色的呢 或者说湖蓝色的是没有装ISER的时候 它的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降低是比较明显的 降低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相对于常规柴柴油机 原来的那个叫什么 就是不装ISER的DF发动机 二氧化碳当量减排大概在15%左右 那么装了ISER以后 它的当量的排量呢 当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大概降低22%左右 那么降低这么多呢 主要是因为第一个 甲温淘液减少了 所以它当量直接也下降了很多 另外一个呢 由于它的能耗下降呢 所以二氧化碳排放自然而然也会下降 所以 装了ISER以后 对温室基底的排放下降 它是做出很大的贡献 下面呢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ISER的一个布置方案 因为ISER呢 它是低压系统 所以呢 它相对来讲 它的零部件或者设备的体积呢 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我们为此呢 也研发了一些比较紧凑的布置形式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一个紧凑型布置 那么这个布置的特点就是 把那个EGC 就是废弃冷却器呢 尽可能靠近发动机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减少机舱设计和安装的工作量 和降低机舱安装的一个成本 另外由于它靠近发动机 所以它的管路长度呢 就可以比较短 那么系统的压损就 就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因为刚才那个图啊 大家可以看 看到的那个 因为我们整个ISER系统里面呢 是没有风机的 换句话说 这个载循环怎么实现呢 是通过一个被压阀来调整 被压使得分配到再循环回路的废弃的比例 达到你那个设计的一个要求 然后呢 它整个循环是依靠废弃本身的压力 还有就是那个 增压器的压器器的抽吸力 所以它是没有风机的 那么所以对管道上的压损 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你管道长度短 压损低的话 对整个系统的工作 顺利的工作 可靠的运行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一个呢 这个管路大家可以看到 废弃中下方进入增压器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有水汽进到增压器里边 这么这套系统就不需要配备 汽水分离器了 对船厂来讲 通常ISON是跟发动机一起 由造机厂打包来提供的 这个就是紧凑性布置的一个 俯视图和在那个大型LG运输船上的 一个布置的实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从发动机的轮廓上来讲 它增加的并不是非常大 所以呢机舱只要进行一个 比较小的调整呢 就可以布置下 而且现在来讲啊 就是说我们很多那个船厂 包括比如湖东也好 江南也好 那个还有大船重工也好 就是说真正布置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采取这个紧凑性布置 比如像湖东 它现在的布置就是非紧凑性 它的机舱已经 已经能够布置下挨着了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换句话说 就是挨着导致的一个 体积的增加 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船的设计 那么为了进一步减少 减少机舱设计的一个障碍 或者降低它的难度呢 我们还和 文基地还和那个 韩国的现代重工 合作开发了真正的 基带式的那个埃子 那么这样的话呢 埃子装上以后发动机的轮廓呢 就显得更加紧凑了 这样的一个机器呢 计划在明年年初可以交付 那么由于是跟那个 现代合作开发的 那么其他许可正常 如果要销售的话呢 也可以销售这样的发动机 但是关键的零部件 可能需要向文基地来采购了 这个就是基带埃子的一个外观 大家可以看到 比紧凑性的可能就更紧凑吧 对机舱的影响就更小 换句话说 这个机舱可能是不需要任何改动 就能布置下的埃子 这个是基带式埃子的一个分解图 就是把那个埃子和一些管路 拆下来以后发动机的一个情景 好下面呢 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高压的EGR和低压的EGR 我们把它称为埃子的一个 在技术方面的一个对比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呢 低压的算量的发动机 低速机呢 不光是我们有了 我们同行也做了一个 低压的一个方案 但它也有一个废弃载循环 但是它采用的是一个高压的EGR的技术 那么我们下面呢 给大家对比一下 就是说高压的和低压的 差别在哪里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废弃载循环率 那么高压EGR的废弃载循环率 期望值是30%到35% 现在现行的是25%到32% 而EGR呢 最高的可以达到60% 而现行最高的是50% 那么载循环率的高低会影响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为什么会要有一个载循环 载循环其实是为了让燃气和空气 混合物的活性下降 使它的燃烧速度减慢 那么燃烧速度减慢的直接原因 是二氧化碳来取代的 那个混合器里边的部分的氧气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取代的越多 它的燃烧速度下降的也就越多 这样的话 发动机的压缩比的提高 就可以有更大的欲度 可以来做这项的工作 那么从这个原理上来讲 大家就可以看出 用比较低的载循环率 和用比较高的载循环率 哪个使发动机的压缩比提高的更大 毫无疑问是 在循环率高的ISER 可以使发动机的压缩比提的更高 那么提的更高 也就意味着它的能耗的下降的幅度就越大 所以这个高低压的系统 或者高压EGR和低压EGR的优劣 就是显而易见 另外一个就是废弃载循环 它是怎么实现废弃载循环的 高压EGR的废弃载循环 它的实现是通过两个 第一个是EGR的风机 也就是说看我光标指导 就是它有个EGR的风机 电动的风机 就是把气强行的从排气管里面 吹到扫气箱里面 另外一个它还通过一个漆缸旁通法 就是这个也叫CBV的 这个CBV会把一部分的增压器出来的增压空气 再打回到排气管里面 它通过这个两个的同步动作 是那个载循环里控制在它需要的一个水平上面 那么这个高压的话 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风机 风机也是要消耗功率的 这个功率其实不小的 通常也有好几十个千瓦 那么这个消耗的能量 要记录到主机的能耗当中了 另外一个呢 它是两个设备 共同协调来做这件工作 那么这两个设备的协同 可能会出现问题 可能会有相互的一个干扰 它的控制逻辑就相对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工作的可靠性呢 相对没有像我们挨着 只要靠一个被压法来控制这么简单 另外一个呢 就是增压系统 因为所谓的高压抑制 它的增压废气呢 是直接进到那个扫气箱里面 它是不经过增压器的 由于这个载循环率是 根据不同的符合 根据不同的工况 它会在改变的 所以它经过增压器的废气量呢 也是不确定的 这样的话 对增压器的配机 就带来的一定的问题 因为增压器配机的话 它肯定要考虑到 废气量的因素 所以如果你的废气量 是变化不定的话 那么增压器在配机的时候 它为了兼顾你不定的废气量 所以它的增压器的效率 就会做出妥协 换句话说 它就不能在非常高的效率 去进行增压器的配机 而我们的ISER就不一样 因为ISER在所有的废气 不管什么情况下 就不管你的再循环率有多少 它的废气都是先经过增压器 然后再去再循环的 所以增压器的配机 不受任何影响 它可以优化到最高的一个效率 所以从增压器效率上来讲 高压的EDIR的配机效率 肯定不如低压EDIR 或者说ISER的那个配机效率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到气缸的燃烧 由于那个高压的EDIR 它的再循环率不是那么高 所以它那个气缸里边的燃烧的 暴躁程度就比较高 比那个低压的ISER来讲 它的气缸里边燃烧的 怎么讲 就是说它的自然 或者不稳定燃烧的风险呢 就比ISER技术要高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燃烧的 不稳定的一个特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下面就是那个燃气消耗率 因为刚才讲到 由于它的载循环率比较低 发动机的压缩比不可能做到足够的高 所以它的能耗下降 是幅度就是比ISER来讲就是有限 另外一个呢 它因为需要用到那个高压的一个风机 这个风机也要消耗电的 所以呢它综合的能耗 会比用ISER的DF机它要高2到4克 这个2到4克刚才讲的就是来自于两个 第一个它本身的一个压缩比的增大的幅度受限导致的 另外一个就是风机消耗的能量导致的 所以它呢会比低压的 用低压ISER的DF发动机的能耗会增加2到4克 为千万小时 氮氧化物排放 刚才讲了 由于它的那个燃烧比较粗暴 钢内温度比较高 所以它的那个高压EGR的发动机 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会比ISER发动机要更高一些 另外一个呢 废气温度 由于它钢内温度高 高压EGR的发动机 它的钢内温度比较高 所以它的排气温度也比较高 但是真正它排 从增压器出来的废气呢 它的温度并不怎么高 或者说它排气管里边的温度并不怎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讲过 它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气缸 旁通阀 会把增压器的一部分 增压空气再回到排气管里边 所以排气管的温度呢 就会被这部分 这部分空气呢 就是中和掉了 或者说稀释掉了 所以它真正的 真正的废气温度 并没有得到提高 因为为什么会说到那个废气温度呢 因为大家知道 废气温度高有时候是有力的 因为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产生更多的一个蒸气 就是废气波路可以产生更多的蒸气 讲到废气过路产生蒸气 那么我们看下面一条 就是说刚才已经看到 我们在I的系统里边呢 是可以增加一个废气过路的 或者说废气经济器的 所以说呢 所有的废气的能量 都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 但是高压溢价不行 因为高压溢价 它的废气是不经过增压器 直接就从那个排气管里边 打到那个扫气箱里边去 所以这部分废气的能量 它是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的 所以它的蒸气量 或者说由废气波路产生的蒸气量 是不集装了Izer的那个DF等级的 另外一个呢 变符合特性 因为Izer或者说Izer 它的再循环率呢 是随着符合的变化 或者工况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么由于Izer呢 它只用一个被压法来控制 控制逻辑比较简单 当你符合突变的时候 它的被压法的调整也比较迅速 而高压溢价呢 它是用风机和一个 和一个那个气缸旁通法 同步工作来进行 那个再循环率的调整 所以当你符合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或者比较剧烈的时候 它的响应速度相对来讲 就没有那个 只用被压法来控制那么快 所以它的变符合特性呢 高压溢价是不如低压的Izer 最后一个安装 那么毫无疑问 从安装角度来讲 高压溢价肯定比低压的Izer呢 要更简便一些 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 带在机上的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 我们的紧凑性布置 和机带式的一个设计 那么如果这两个实施的话 那么在安装的难度 或者说机舱布置方面 对Izer的DF发动机 给机舱布置带来的麻烦 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刚才的图已经显示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Izer的好处是这一些 Izer的理论再循环率呢 可以达到60% 目前实际最大的再循环率是50% 这样充足的再循环率 为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 进而降低能耗 减少排放 提供了可靠的一个保障 第二条 无论挨着工作与否 发动机的废弃 全部都经过增压器 这样就保证了增压器 在所有模式下都能高效运行 第三个 因为是低压技术 所以它的技术就比较简单 比较可靠 维护成本也比较低 第四个 它的再循环率是用正能控制 根据燃烧的状况来设定 然后真正的控制是刚才讲的是一个被压法 所以它的控制也是非常简单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不要风机 这点呢 非常非常重要 不要风机 这样的话呢 第一个它降低了能耗 第二个也减少了 因为风机故障 导致的系统不能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综合来讲 与高压益压相比 低压的ISER技术 在降低燃料消耗 减少甲烷淘液 改善燃烧品质 和避免自燃风险等方面 均更胜一筹 这个是ISER的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小结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销售业绩 那么目前来讲呢 我们ISER的销售势头还是比较猛的 那么这也讲了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那么前面两个呢 都是AMG运输船 用的是5X72DF机 有的是2.1 那么现在我们也接到了订单是2.2的 应该是大船重工的 有2.2的那个发动机了 那么这些呢 都装了ISER的技术 有的是ISER Gas 也就是说 它不满足燃油模式下的三级排放 有的呢装的是ISER Diesel 也就是说 它可以在燃油模式下 也满足三级排放的要求 这个是AMG Carrier 那么右边的那个是大箱船 PIL的13000箱 13000箱的大箱船 用的是9X92DF 带ISER的 所以它是2.0 那么这个是比较有 典型意义的新的订单 下面呢 就是我们总共的销售业绩了 总共我们的船数呢 是44条船 44条船 总共呢 是52台机 这样带ISER的 那么这个船型就比较全面了 有LNG Carrier 也有那个集装箱船 也有PCTC 在下面呢 甚至也有那个散货船 所以它船型呢 还是比较全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 目前为止的销售业绩 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我们的这个数字 会增加的比较快的 因为不少的项目 正在商谈当中 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个是我们这个月 交付的首台带 ISER的那个 XDF发动机 具体机型是 7X62DF-2.1 这个是在 中船三井 临港工厂生产的 已经成功的交付给船厂 使用了 那么这个船厂呢 是精灵船厂 这条机将会安装到 精灵船厂 为NYK建造的 7000车的PCTC上面 好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结束了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李老师 感谢李老师 对我们 温基地双原料发动机 以及最新技术 ISER上的精彩介绍 相信大家通过 对李老师的介绍 对ISER系统的优势 及安装方案 有了初步了解 您可以通过评论区的链接 查看我们最新的 ISER紧凑机型解决方案 不占用发动机机舱空间 为机舱的设计提供充足的灵活性 刚才听了李老师 对温基地双原料发动机 及基带技术ISER的介绍 那么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又如何实现 向灵探过渡呢 接下来 为我们带来演讲的是 温基地应用工程总监 江宇峰老师 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 演讲题目是 驱动灵探未来 未来燃料 及未来燃料发动机 江老师 接下来交给您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是吧 能看见江老师 好的 好的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朋友 大家下午好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题目是 未来燃料 以及温基地的未来燃料发动机 那么为了实现IMO航运温室气体减排的雄心 那么业界的各个方 相关方都在积极地做努力 从这个船舶设计建造者 也在不断优化船舶设计 采用各种节能措施 各种节能技术 那么船东和船舶运营商 也采用了各种这个智能航运技术 来降低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作为传播主机的设计者 温基地始终把这个节能减排 作为研发的首要目标之一 那么我们不断创新 使得我们的发动机的效率 不断提高 同时 有害物质的排放 不断降低 但是要实现航运减排的终极目标 零碳或者是碳中和燃料 不可或缺 他们在这个温室气体减排中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因此呢 就是研发新一代的 可替代燃料的发动机 已经刻不容缓 那么从目前 各大传媒机构的预测来看 就是未来可替代燃料 在这里边呢 甲醇和氨 是目前最有前途的 绿色的可替代燃料 那么这里边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 这个甲醇和氨 都是指的是绿醇 或者是和氯氨 那么或者是通过这个CCS 也就是碳谱热技术 来获得的这个 Blue Ammonia 或者是Blue Mancino 而不是说现在目前 目前工业上 自取的 直接从化石燃料 直接从煤炭 或者是从天然气体 自取的这个甲醇或者是氨 那么新型的可替代燃料 甲醇和氨 可以满足航运温室气体的减买要求 但是呢 这两种燃料的大规模生产 还有这个全球啊 加入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 那需要这个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 那么特别是说 在自取氯存和氯氨的时候呢 需要大量的这个 可再生的绿色能源 电力能源 那么在这之前 我们不应该坐等 而是应该采取 可行的各种技术手段 来实现这个阶段性的减排 RNG已经被公认为 目前是目前这个过渡燃料的一个最佳选择 RNG这种燃料呢 它这个技术成熟 目前的生产能力充足 全球的RNG加速设施也在日系完善 那么传用RNG发动机技术 也是非常成熟的 我们现在我们的XDL发动机 从1.0已经发展到这个第二代2.0技术的一个发动机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这个酸燃料的发动机 还有具备未来燃料改装的一个灵活性 那么RNG是目前可获得的一个最佳的过渡性燃料 我们刚才也讲了 甲醇和氨燃料要必须从这个绿色燃料中置去 就是说它在甲醇和氨的摄取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一个可再生的一个绿色能源 那么这一张slide里 介绍了目前的燃料 化石燃料 还有这个未来可替代燃料的一个 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情况 以及它的一个价格情况 那么从图中来看 上面红颜色的 红颜色标记的 是目前这个比如说D6O 还有这个化石燃料的RNG 以及目前工艺上大规模能够制取的 就目前这个工艺 大规模制取的 从化石燃料制取的这个安燃料 还有这个甲醇 那么这个甲醇在我们国内 主要是通过这个煤来制取 在欧洲呢 大规模的制取甲醇 是通过天然气来制取的 那么从这张图来看呢 这个天然气燃料 天然气 无论是从它的一个价格来看 当然这张图是DNV 在2019年的它的一个价格预测 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只有一个参考意义了 那么RNG呢 它这个从这个温室气的排放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非常低的 那么它要比这个D6有较低 也要远低于目前的 就是从工艺上制取的 这个氨气和这个甲醇 那么最大可以降低 大概在百分之 它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 那么目前唯一一个这个绿色燃料 那么就是BioRNG 生物RNG 生物RNG这个价格也可以 它的二氧化碳排放 温室气体的排放更低 但是呢它在目前的产量 供业量还是出现的 那么最下面这一块呢 它是一个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燃料 包括电燃料 比如电氨 E-Armonia 或者是这个 还有这E-Mansinol E-RNG等等 那么这些电燃料呢 那毫无非议了 这个这个 这个它的CO2的排放 那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 它这种这个未来的电燃料的制作呢 它是提取呢 是要通过这个绿色燃料 绿色的电能 制取的氢 制取的 但是它的价格水平呢 在目前呢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可再生能源 从长期来看 它是可以实现共轨的 但是呢 它这个还是价格 这些燃料的价格 还是受到行业界的外部许多因素的影响呢 刚才讲到了 比如说 这个制取这个滤青 它的电价 这个电是要 不是这个火电 要是 可再生能源的 风电呢 水电呢 等等 太阳能 那么 价格呢 比如说这个生产的电氨的价格 E-Armonia的价格 它主要涉及的就是一个 制取这个清晰的一个电价 还有这个Armonia生产厂 投资费用 所以说这是一块 那么电的E-Methinal 就是电化的甲醇 它这个影响它的成本 主要取决也是 首要的 它的原料 就是滤青的一个成本 再有一个就是 暗氧化碳的一个成本 因为我们这个 氢 就是电化的甲醇 是通过这个氢和暗氧化碳 来合成这个甲醇的 暗氧化碳的成本呢 主要看是如何获取的 是通过这个CCS 就是碳捕捉技术 还是通过这个直接获取 通过空气中直接获取的 这也是为这个 通过这个碳捕捉技术 也为这个生产将来的生产 这个电化的甲醇 提供了很 增加了很多的额外的一个复杂性 那么生物甲醇 BioMethinal呢 它是也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个碳中和燃料 它的大规模的一个秩序呢 是通过生物质源来中秩序的 包括从森林 永远的废物里边 垃圾填埋里边 产生的这些东西 产生的这些生物枣气等等 因此呢 生物甲醣的成本 是取决于它的原材料 那么E-LNG 那么我们刚才讲啊 就是这个电化燃料生产 氢气和暗氧化碳 它是合成这个甲醇的 那么呢 同时呢 同一样的道理 也氢气和这个暗氧化碳也会 可以合成这个 我们叫做E-LNG 就是电化 LNG或合成器 那么它也是受到这个 电价的影响 那么还受到那个 电解以及甲烷化装置的 规模和效率的影响 那么在甲烷化的过程中呢 它会伴随着 量的一个热 生成 那么这种如何利用这种 甲烷化功能生成的热 是提高它的甲烷化装置的效率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说将来呢 我们预见这个 变化的 甲醇 要比这个电化的MG 它的秩序工艺要更简单一些 效率能更高一些 那么从这来看呢 就是说滤醇和滤氨 它的获得性 是将来我们实现这个 减排目标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么如果要是这些 绿色燃料不能获取 暗氧化碳的排放 采用的是现在 比如说我们生产 我们可以 传播可以 采用这个 甲醇机器 或暗氧量的机器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 目前的甲醇或者是暗 那么它的暗氧化碳 当量的排放 要比我们 化石燃料的RNG 从这个来看 化石燃料的RNG 还有最高可得高达50% 那么RNG能够实现 这个刚才讲 能够实现这个 即刻 就可以实现 就是这个 这个温室器的减排 那么呢 在实际的运营中呢 也可以混入 生物RNG 就是BioRNG 或者是合成器 ERNG 来进一步减排 那么现在已经 在我们已经交付的传播中 就采用RNG的传播中 在实际运营中 也有这么做的 比如说像搭配的 大型相传 它可以通过混入这些RNG 可以进一步的降低 这个二氧化碳排放 那么我们的 所有那机器将来 要是混入这种 这种混入燃烧 这个BioRNG 或者是电化这个RNG 它可以直接烧 不需要对我们发动机 做任何的一个修改 那么温基地啊 确信这个RNG 在含运减排过程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 不断提升我们的 RNG发动机的性能 使其能够越来越多的 可以持续的使用 RNG作为燃料 那么从这张这个 slide里我们看 这个我们最新的 XDF2.0发动机 能够降低温时期的排放 超过了20% 如果能够持续的 能够这个 能够持续的混入 Bio或者是eRNG 那么它的减排效果 那可以进一步的 降低 它的一个修复的排放 当然同时呢 不需要对主机 做任何的一个修改 那么RNG呢 目前呢 刚我的同事已经介绍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 在全球各个港口都有 便利的一个加速措施 同时呢 采用RNG作为燃料呢 不仅可以降低 二氧化碳的排放 同时可以降低颗粒 和这个流氧化碳的排放 那么甲烷淘移问题呢 意思是采用这个 RNG作为燃料 相关各方很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我们呢 现在的RNG XDF2.0发动机呢 已发展到第二代了 采用ISER技术 可以把这个甲烷淘移啊 降低 最大可降低50%以上 那么我们还 还得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的 XDI发动机啊 在这个燃气模式下 它的淡化物呢 排放是满足T3的排放要求的 也不需要任何的后处理硕士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造机或者造船的时候 我们的CAPEX OPEC上 都有着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么同时呢 我们的XDI发动机啊 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技术平台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研制的一个 甲醇或者是安然的这个发动机 将来都会 我们这个这个XDI发动机 都会通过这个改装来进行 改装成这个未来燃料的一个发动机 那么这是一个 RNG采用双热的发动机 可以长期运营 符合这个CII的要求 那么CII这两年呢 我们过去的这一年多 我们谈论的最多的就是 航运碳强度减排 CII再指的是这个营运年度 营运碳强度指数 明年的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 就要正式实施了 那么CII呢 是以这个2019年 就是DCS的数据为基础 制定的一个不同传型 以及不同等位的传播 它所required的 CII的一个季线 那么同时呢 它每年它有折减的 按照年度有这个折减系数 2003年为减5% 2004年减7% 到2005年为减9% 所以它是逐年递减 那么现在呢 目前呢 相关各方啊 都在研究 就是如何能够长期持续的 满足CII的要求 那么这个呢 是CMG 这是欧洲的一家 这个RNG的一个研究机构 它的研究显示啊 就是我们目前的新造船 如果采用RNG作为燃料 那么它可以达到这个 A grade 就是A的评级 并可以保持到这个 2050年以后 那怎么样保持呢 就是说 它是 就刚才我介绍了 它会在这个营运中 不断地混入这个 增加这个比例 就BioRNG或者ERNG的比例 那么注电的降低 温室气质的排放 以确保符合 这个这个 未来这个规范要求 那么我们这个发动机 是不需要 已经安装的发动机 包括我们那个 船上的这个 RNG的燃料系统 都不需要做 任何的一个改造 这是我们 采用所有人的发动机 可以长期运营 符合CII的一个要求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温基地 XFU的一个研发路线图 那么要实现IMO最终的 减排目标 低碳零碳燃料 是不可货车的 那么这个呢 这是温基地 目前行谱柴油机产品 使用可替态燃料的 一个路线图 那么我们在温基地的 行谱产品里面 有两大类了 一大类就是我们的 XDF酸二辆发动机 这个酸二辆发动机呢 是采用的是 这个现在目前是 RNG为燃料的 那么最新的技术呢 就是采用ISER 智能废弃再循环技术的 2.0版本 那么它可以实现 这个减排 温时期的减排 20%以上 那么通过不断地混入 这个ERMG 或者是Bio这个 RMG fuel 它可以进一步 高达可以65%以上 它那个 维持器的减排 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 那么呢 我们的 到那个时候呢 可以进行 如果需要的话呢 可以改装成 烧这个甲醇 或者安然的发动机 那么实现 终极的一个 CO2的分子系的一个减排 那么另一个 一大系列呢 就是我们 X-Ping的一个发动机 它使用了常规的 烧油的一个燃料 那么如果它是满足 这个目前 这个 减碳的要求呢 那么需要做一些改装 比如说这个进行 这个送热的改装 那么它就可以 烧RNG 然后呢 可以混入一些 这个 八原生物RNG 或者是电燃料的RNG 来做进一步的减排 那么当然也可以在这个 到这个2025年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时候 也可以改装成这个 烧甲烷的 甲烷机 或者烧安然的 安然的发动机 当然这个燃料都是 氯氨和氯存燃料了 那么这是我们 氯氏地甲存燃料发动机 研发的一个主要节点 那么氯类燃料的研究呢 在瓦西兰呢 应该是很早了 那么我们早在 2015年吧 左右开始啊 就参加了这个 欧洲发动机的 一个研发项目 所以说对于 氯类发动机的燃烧技术呢 氯氏地掌握的 应该是比较早 也比较全面 那么这个 甲存燃料发动机呢 我们的节点是这样啊 在今年上半年呢 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这个 甲存燃料发动机的燃烧机理 相关的一些燃烧参数 已经都确认了 那么在 今年到今年年底前 甲存燃料机上的 这个喷射系统 它的设计 包括它的压仿针 喷射仿针 那么今年年底 都要完成 那么明年 在我们明年的二 二季度 那么这套喷射装置 就在我们研发中心的 实验装置上 进行一些验证 那么最终的验证呢 就是整个这套 甲存化 甲存系统 喷射系统 它要在我们的 我们有这个 燃烧室 燃烧室 喷射实验装置 还有我们单纲机上 进行最终这个验证 这计划是在 2023年的第三季度 那么甲存发动机的 正式推向市场 是在 2024年的年中 我们会把这个 甲存发动机 推向市场 也就是说 目前呢 如果有这个 新的项目 需要采用这个 甲存发动机 我们的 甲存发动机的 研发计划 能够满足 主机和造成的 发动机制造 和这个造成的 节点要求的时候 也可以选用 我们的 甲存燃料发动机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可替代燃料的 发动机呢 那就是 安燃料的发动机了 安燃料的发动机呢 稍微晚了一点点 那么我们的 燃烧这个机理呢 确定呢 还有这个 燃烧散数力确定呢 需要在今年的 一三季度 相应的 安燃料在机上的 一些喷射系统啊 还有这个 喷油嘴的设计呢 它那个仿真 喷射仿真呢 要在 明年的二季度 年中完成 那么相应的系统 这个验证 在实验装置上 我们叫它 喷射实验装置上 见证 要在 明年的年底 那么在 二到 二零二四年的 第四季度呢 我们要在 这安燃料的 燃烧验证上 要在 单缸机 要进行 同时呢 在这个单缸机上呢 还要验证我们 这个 安燃料发动机的 一个减排技术 因为安燃料的 发动机呢 和甲酸不一样 它的一个减排呢 除了有这个 氮氧化物 还有其他的 比如氧氧化二氧呢 氨气啊 陶氧也等等 那么 安燃料发动机的 按照目前的 研发节点呢 我们是在 二零二五年的第二季度 年中 推向市场 这就是我们温基地啊 发动机啊 总体的可替代燃料的 路线图 也就是说三个方面啊 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 RNG XDL发动机 是要保持这个 持续增集的 刚才介绍 我们了 从这个 发动机啊 双燃料发动机 从1.0 已经升级为2.0 采用SR技术 智能低压 低压的 智能飞机载转换技术 我们提高了 热效率 降低了这个 排放 那么下一步呢 还将推出 VCR 可变 压缩笔技术 那么呢 将会使我们的XDL发动机啊 在性能上 再上一个台阶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要搞这个 刚才介绍了 甲醇燃料的发动机 还有氨燃料的发动机 也都在积极的 研发中 在这个大的节点 是在2004年 和2025年来 分别推出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会推出 更具体的 甲醇燃料机 和氨燃料发动机的 改装方案 因为到时候呢 如果这个 甲醇燃和氨酸燃料 在大规模 可获得性 时候呢 那么市场会这样 一个需求的 也就是说 目前在织的一些 可能 X酸燃料发动机 或者是 I-SIN发动机 有这种改装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还会推出 这个适时的推出 甲醇燃料发动机 和氨燃料发动机 的一个改装方案 那么刚才介绍的是 温基地甲醇 和氨燃料发动机的 我们的一些 研发的基点计划 那么这两型 替代燃料发动机 都是在我们 这个 X-DF发动机 研发平台 进行试验和研发的 我们在这个 X-DF 受燃料发动机的 研发过程中 已经获得了 气体燃料 和液体燃料的 一个喷入的一个经验 已经获取了 西部燃烧 还有扩散燃烧方面的经验 以掌握了 如何满足相关规范 以及发动机的 减排处理技术 这为我们的 X-DF发动机的 开发应用 打下来坚持的技术 那么今天要讲的 我们说这个 X-DF发动机 包含了什么呢 就是包含的是 甲醣 Mensinol Biofuel生燃料 还有这个 这个 纯类燃料 就是甲醇和乙醇 还有的 阿摩尼安燃料 那么如果我们 成功开发出来 这个纯类燃料发动机 和安燃烧发动机之后呢 那么基本上来讲呢 我们这个 X-Fu的发动机的 研发工作 那就OK了 那么我们可以 可以烧这个 所有的了 就是这个 未来低碳的 低碳的燃料 那么这一张 slide列出了 这是温基地发动机 它这个燃料的一个 有 对不起 燃料的一个兼容能力 它可替代 可替代燃料一栏表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说我们看好 列出了这种燃料的种类 这燃料的种类呢 包含常规的 我们这个 滴流油和重油 这不用说啊 我们的 I-S型发动机 还有sorner发动机 都可以用 那么生物柴油 它是一个drop in drop in的Fu 它的drop in能力很强 所以说 我们的现在 这个I-S型和 X-Di发动机 是不用改装 完全就可以 可以烧的 就BioLiesel 那么 IrnG 主要成分就是 甲烷了 它呢 就是说是我们的 S-Di发动机的 一个燃料 如果I-S型发动机呢 需要改装才能烧 在这里边就是 BioMatch呢 和这个合成的 这个甲烷呢 这是两种这个 drop in 这个Fu 它基本的化学充分 性能和这个IrnG是一样的 所以说可以应用到 我们的S-Di发动机上 暗染料和纯内燃料 甲醇和乙醇 那么这是两个性性燃料 我们正在开发 包括将来这个 I-S型发动机 可以进行 改装 那么S-Di发动机 也可以进行暗染料 和甲醇燃料的一个改装 那么最后一个呢 它是一个 基因木指数提出的一个 这个生物燃油 这种生物燃油呢 它的 它的drop in的能力啊 它是取决于 它产生的何种燃料了 但是在我们发动机里边呢 不论是我们的 I-S型发动机啊 或者是这个S-Di发动机啊 都可以烧这种 这个生物燃料 那么它这个 这种生物燃料 为什么打括号呢 这块这个 它的drop in的能力呢 这主要取决于 它这个木指数 是什么类型啊 所以说它这个 drop in的能力啊 和其他的这几种 和其他上面 这三种drop in的燃料啊 还是有区别的啊 因为上边这个 BioDiesel 还有这个 BioManginol 合成天然气啊 它是完全的一个 drop in的一个 就是说 它可以 它的一些燃料的一些 物化成果 物化性 物理化学性能啊 还有这个 都和目前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和目前那个 燃料 还有这个天然气 基本完全一样的 那么在 在目前的燃料系统里边 加速设施里边 都可以完全使用的 所以说我们称之为 照片燃料 完全的一个照片燃料 这是我们基地发动机啊 将来 可 可进行替代燃料的 一个改装 但是这里边 是一个初步的方案 详细的方案呢 在 在过段时间 我们的R&D会给出来 这里边分两块啊 一个就是我们的 Axin的发动机 和这个 SDR发动机 两部分 Axin发动机呢 它在进行这个 安燃料或者是 甲醇燃料的 改装的时候呢 主要都是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发动机的 控制系统 那肯定 不同的燃料 我的发动机的 控制系统 要进行相应的 升级 当然如果配备的YS 我们最新的YS 的发动机控制系统呢 那么这个就 不需要了 那么燃料系统 我们开发这个 安燃料发动机也好 甲醇燃料发动机也好 它不是说是一个 从零开始 从一个每一个 部件重新开始的 它主要就是一个 我们的机上的 燃料系统 就是燃料的管路 以及燃料的一些 喷射 供给系统 那么包括 引火油的一个 喷射系统 那么 如果将来 进行改装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这部分 机上的供给管路 和喷射系统 进行改装 改装成这个 二燃料或者加 二燃料 那么另外呢 那就是一个 NOX的排放 安燃料也好 和甲醇燃料也好 都是都涉及到一个 一个淡氧化的一个排放 那么如果我们的 I-CNG呢 在现在目前营运的哈 在已经有这个 配备了ICR 那就OK了 就可以满足这个 淡氧化的 排放要求 那么如果是 当时是Tier2的机器 没有ICR 那么还要加装这个 ICR 那么刷燃料的改装呢 同样也是 刷燃料发动机 SDF 如果要改装成 安燃料或者是 甲醇燃料呢 也是需要这个 这几块的 一个是控制系统 一个是燃料系统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一个 淡氧化的排放 淡氧化的排放 我们目前采用 这个减排措施呢 对于安燃料发动机 和这个甲醇燃料发动机呢 都采用的ICR 来满足这个淡氧化的排放 当然了 甲醇燃料发动机呢 还有其他的一个技术手段 可以满足这个 满足这个 淡氧化的 三级段排放要求 比如说这个 这个喷水啊 这个也可以满足 但是呢 目前我们 R&D考虑的是 安装ICR 来满足 NOS排放 那么甲醇燃料发动机的一个 展望 刚才介绍了 我们温基地啊 在多年前 就开始进行了 存类发动机的一个燃烧 那么并且已经开发出来的 我们称之为 弹性的一个喷油系统 那么我们为此 已经也专门 公布了一个白皮书 弹性喷油器 大大推动了 温基地 可替代燃料的燃烧 那么这一个关键技术 在低态燃料 以及发动机 燃料喷射研究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这个弹性的 弹性的喷射系统啊 是欧洲发动机项目 发动研究项目 贺秋立项目二期啊 它是在16年到18年 它是二期的一部分 18年结束 那么这套系统的特点是呢 喷油器 它蒸发可以调整生成 可以喷射 就是更低能量密度的燃料 包括齿润燃料 比如说价格乙醇等等 还有以及传统的燃料 重油 MDO啊 都可以都可以奔设 那么这个燃料弹性喷射系统呢 现在已经成为 温基地验证低态燃料 助力航运实现 温室其体检排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工具了 那么我们还参与了这个 几个有关细形液体燃料的一个研究项目 包括这个像这个 这个Falcon项目 这个项目呢 是研究啊 开发一种从物质树 一种在这个 从植物的细胞壁里 发现的一种有机化合物 那么它可以提出 提出了这种这个燃料呢 可以是可以替代重油的 一种这个碳中和燃料 那么从2020年开始呢 我们开始的 叫Ider Fuel这个替代燃料研究 那么在这里边呢 主要充施燃料的生产和储存 发动机的应用 以及在低速机上所需要的一些 关键技术的研发 包括爱燃料相关技术的研发 那么这些有关未来燃料发动的技术 将会在推出以后呢 会拓展到所有的我们的 那个星土那个系列产品里面去 那么这个是 赫修理二期项目中 甲醇和乙醇燃料的研究 那么这个就是喷悬系统的研发 可以根据能量 这个密度的灵活切换 从甲醇到常规燃料 这边它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叫做一个弹性的一个喷油器 那么我们在这上面呢 进行了各种实验平台上 进行了系统验证 比如说在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喷射实验台 这是喷射燃烧器 还有最终研发出来的 这个弹性燃料的一个弹性喷油系统 安装在我们的RTX6的一个 研发实验机上面 那么这是核极力二期项目的 我们叫它弹性的一个喷油器 那么这实际上来讲 从作册我们看到 它是喷油器的设计 是两段开启的 也就是说它在nozzle 它的喷嘴上 它是有两排的 两排的一个喷嘴 这个蒸发是可调可控的 所以说它可以喷射 不同能量密度的一个燃料 如果能量密度低 它就可以两排喷 全体提起来 两排喷嘴中去喷射 如果高能量密度的 那么就可以用一排喷嘴来喷射 这是它的一个喷嘴 那么这个是柴油和乙醇燃料 研究中在我们RTX6 这个实验机项目上的一些实验数据 实验数据 就是喷射燃烧实验 那么燃烧喷入的传播和发火性能 这是甲醇和乙醇的 它一个对比 那么从这边来看 就是说 从燃料喷入来看来的话 这三种人基本差不多 它的一个喷入 但是它发火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柴油喷射 在喷射之后 它立刻就进行发火 所以说它这个下边是一个 这个喷射之后的时间 上面是这个 发火之后距离喷嘴的一个距离 那么存类燃料呢 它喷射之后 它有个扩散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这个呢 是柴油和 这也是我们 就是这个核取率二系项目中 所内燃料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实验数据 是在RTS6上的实验机的一个数据 这张数据是 我看 这个左侧这张图 是发动机满复合时 全复合运行时 燃料的一个放日率 那么在这边看 从这一点看 就是柴油和乙醇燃料 那么从这个燃料的放日速率上来看呢 这两种燃料是比较 比较接近的 那么中间部分呢 是这个中间这张图呢 是这个乙醇燃料和 柴油燃料和乙醇燃料 它这个燃料消耗 消耗以及淡氧化合排放的一个情况 柴油呢 它在低符合 百分之符合以下的时候 它的这个燃料消 单位燃料消耗差要高于这个乙醇燃料 那么同时呢 它这个淡氧化合的排放 在百分之五十以下的时候呢 甲醇燃料的 乙醇燃料的淡氧化合的排放 也能更低一些 那么最右侧呢 是柴油和乙醇燃料 它可见烟无度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整个这个符合范围内 采用这个乙醇燃料 它这个可见烟的排放呢 都要比这个柴油情况要好 我们快一点 甲醇燃料的供应系统 那么甲醇燃料的特性呢 它就是说 甲醇燃料和RNG相比 它的最大优势在于不需要 低温储存和绝热 因而 它的燃料仓的设计和建造 是非常简单的 成本也大大降低的 甲醇燃料仓呢 它可以是整体的 也可以是独立的 整体式的货仓呢 在我们现在已经 前些年造了很多了 甲醇预出船上 都是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那么甲醇燃料不含硫 因此呢 甲醇燃料发动机的 流氧化的排放 它主要 流氧化的排放很低的 它主要来自于一些 养烟油了 所以说 流氧化的排放可以降低99% 能够很好的满足 那个这个 IMO的排放要求 那么 另一方面呢 由于这个甲醇富含氧原子 它在燃烧能够共充分 可以降低 氧化的氧化的排放 和总攀氢 那么它这个 甲醇作为燃料呢 许多方面与MDO是很相 很相信的 相类似的 但是它的能量密度 是比较低 三点也低 它的蒸发器呢 要比空气要重 略重 略重 那么整个这个燃料系统呢 它需要做安全原则呢 就是有这个四个方面 一个是隔离 要防止 外界系统受到外界的影响 要双屏蔽 包括这个 在BB空间里的 管系 都要采用这个 双屏蔽闭管 漏洩探测 这也是一样的 要有报警 要有显示 能够有采取 自动的安全措施 能够 trip到这个 采用模式 那么 营默真正杀当 等等 这个都是限制 这个漏洩 以及故障 产生的后果的 那么 甲醇燃料的 供给系统呢 目前来讲呢 我们是一个 很初步的一个系统了 那么这个系统 我们看啊 甲醇的进气压力 要求是438 它允许的准差 是加减0.58 甲醇的进气温度 大概是在20 要求是在25到50度之间 那么这个发动机的 设计的一个 效率呢 目标效率呢 是与柴油发动机 是相当的 它采用的 甲醇的热值呢 是17.9 兆教 每千克 甲醇的流量 是要求这个设计呢 是按照这个 与柴油机相当 但是呢 我们建议它是 要有这15%到20的 一个预度 引火油的消耗量 其实很重要的部分了 设计的目标 是小于5% 要比 但应该要比这个 RNG的料要大 这是总的一个 呃 引火油 引火油的量 NOS的控制呢 我们是决定是采用这个 ICR 来满足 T3的排放要求 那么这是 甲醇原料供款系统的 呃 它的一个原理图 这里边呢 就是没有什么 比较特殊的了 它是类似于MDO的系统 它和重油系统不一样 哈 那么重油的 船上重油的柴油机啊 超重油的时候呢 它是亚历式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系统 那么呢 这是一个 非亚历式的一个重油系统 所以说应该很简单的 啊 有这个供给泵啊 还有这个布置的泵啊 包括氯气 然后呢 这个 这样这个回收到 燃料 回流到这个 到这个这个 那个燃料柜里边去 那么进入了 机场的封闭空间 这种人还要采用这个双闭管 那么这项技术呢 都是在这个 RNG发动机 酸然的发动机里边 都是已经很成熟了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那么当这个 整个制造系统 处于stop 或者 营默正式 sadown的时候呢 要采用这个 氮气 进行堕化 那么 按燃料的发动机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 呃 柴油系发动机 设计来说 不论是对于 呃 我们问题地 还是我们同行来讲 那么按燃料呢 都是一种全新的燃料 啊 由于安本身不含有碳 啊 所以说它是一种 呃 理想的 呃 零碳燃料 由于它自身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啊 比如说 安燃料呀 它的发火性能很有差 所以说 按燃料发动机的开发啊 需要许多关注的 有许多需要关注的问题 那么首先呢 呃 按燃料发动机呢 它是是一款 酸燃料的发动机 是要通过完全的 冗余 柴油机 备份的 也就是说 它不会说 不会像这个 RNG啊 RNG发动机呢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存气的 那么我们这种 按燃料的发动机呢 它永远是 这个这个酸燃料的 有这个 它有备份模式 始终要确保 主推进系统的可获得性 那么这也是 RNG酸燃料发动机啊 已经获得广泛验证的 一个原理了 按燃料是一种零碳燃料 因为它的发火性能 比较差 所以说它需要这个 呃 更多的 烟火油的一个消耗 啊 同时呢 发动机的燃烧需要优化 要保证那个 蛋氧化物 其这个 一氧化二氧的 排放码要求 所以这里边讲的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按燃料发动机 它在燃烧的时候 因为发火性能差 所以说燃烧 它的呃 压力物和温度 可能会更高一些 它产生的一个副产物 它的排放物 不仅会有这些 常规的一氧化 呃 二氧化氮 这些 它有可能产生这个 氧化氮 氮气进入不氧化成 一氧化二氮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酵气啊 那么这种 一氧化二氮的 它的温室气体效果 更厉害 它比甲烷厉害得多 它是 呃 二氧化碳 它呃 一氧化二氮 它的温室气体 效果应该是 呃 二氧化碳的 二百八到三百倍 啊 所以说控制这个 一氧化二氮的排放呢 也是研发二氧化动机的一个 呃 关键所在 那么温基地具备开发 这个新型燃料所需的各种技术 手段 我们从这个系统设计 系统仿真 零部件试验 一直到单缸机测试 是全几寸发动机的验证 啊 都有具备完善的一个 一个这个技术手段 可以确保新燃料系统的研制 能够顺利进行 那么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温基地呃 氨燃料发动机的呃 技术设施以及过程 我们具备先进的 氨燃料 喷射实验台 可以进行燃料喷油器的 呃 喷油特性实验 喷射概念的验证 那么我们的研发中心啊 拥有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喷射燃烧器 那么这个实验装置啊 呃 在以往的新呃 新技术部件研发中 发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用来燃料在燃烧室内的 验证啊 燃料在燃烧室内的喷射特性 验证按燃料的点缓性能 进行燃烧机理分析 以及相关的一些排放分析 那么单缸发动机啊 主要是用作于这个 燃料混合的光纤验证 以及有关这个活塞和钢炮啊 运行的一些呃 一些参数的一些建设 那么我们还有多台的 全尺寸的一个多缸实验机 呃 拥有这个呃 燃料安全理念的验证 发动机各项呃 呃 可以进行呃 燃料安全理念的验证 发动机各项功能的一个呃 呃 包括性能啊 热消率啊 还有害的排放物 有害物的排放等等 我们在 安燃料发动机啊 研发初期啊 就建立了 这个发动机的专有的建模 并与这个呃 大学进行和 就国内大学来合作 改善 安燃料的燃烧的一个化学机理 那么安燃料的喷射器呢 我们预计呢 在这个2022年 也就是今年的三 三季度啊 进行实验 也进一步的验证啊 优化这个燃烧模型 在发动机 燃烧理念研究方面呢 我们已经筛选出了三个 呃 这个这个 发动机燃烧的基理 Gain Consent 那在保证发动机热效率的同时呢 要把排放降低到最低 那么最低优化 呃 优化方案的选定呢 还要考虑整个系统的安全性 以及这个制造成本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那个 那个安燃料发动机的 它的一个燃料消耗啊 和排放的一个评估 刚才讲 我们筛选出了三个 这个燃烧机理Consent 我们可以看到哈 最左边这个图呢 是这个 这个三种这个燃烧方式啊 呃 它的燃烧化碳的排放 呃 和这个氮氧化的排放的一个比较 那么这个呃 灰色的这个呃 虚线呢 是柴油的一个参考期限 从达伯斯的排放角度来看呢 Consent 1呢 是刚刚达到这个 这个这个 呃 这个 这个水平 那么Consent 2和3呢 是远低于这个呃 呃 目前的才有这个排放水平的 制止淡烧的排放 从CO2的排放 那个当量的排放来看呢 我们这三个这个呃 效果都非常不错 因为它毕竟来讲的话呢 它是安燃料啊 它不含碳的 那么这里边的碳呢 是主要是营火油里边的一些碳 啊 那么U2呢 它是指的是我们的 产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呃 呃 氧化 氧化二弹 它是个温室气体非常强的一个气体 所以说我们在研究 安燃料发动机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气体的排放要控制住啊 因为它的温室气体的效果是非常强的 那么这个 Consumpt2呢 第二种方案呢 它这个效期的排放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啊 当然我们才有机是不存在这个不存在的一件华尔弹这个一个一个排放 那么 那么关于 这个氧化二弹的排放要通过这个呃 燃烧 呃 优化燃烧来控制住 那么呃 氧气的淘逸呢 也是减小这个最小化也是我们发动机的研发目标 因为它烧氧气呢 可能并免不了的要一些这个氧气的一个淘逸 那么在T2的排放排放的时候呢 这个氧气盒呢 就排放到大气里边去了 那它给氧气带来的 因为因为我们目前就是说就是污染呢 呃 PM2.5 它最重要的污染不就是可容胶 呃 就是可容胶 所以说这个氧气呢 将到大气里边去呢 它是生成是一些可容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T3的时候就好 相对来讲就好多了 因为这个氧气呢 如果在T3模式下需要减排的时候 啊 废气里的氧气呢 还可以作为还原剂 还作为我们SCR的还原剂来使用 就给它核弹化物就反映掉了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这个目前 我们发动机的一个 呃 SCR的一个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一个高压SCR 外置式的高压SCR 这个我们现在的许可正常啊 主机场啊 都已经做过了啊 包括我们的南北方的一个主机场 那么我们也最新推出了这个ISR啊 就是机载的ISR 就是把这个ISR的反映器啊 来做到这个主机上面 那么ISR的主要优势啊 这个这个主要是机场布置简单 因为它们在机上嘛 所以说它很紧凑 异于这个机场布置 那么我们在机场的上方啊 不要不需要布置那么多的一个排行管道了 那么船上的安装工作量是非常小 那么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和SCR是在一起的了啊 那么整个这个SCR的控制 是集成在这个发动机的控制里边去 也就是说它的这几个阀 它的反映控制 都是在我们的发动机的控制系统里边去 那么机载SCR 它有更呃 还可以拥有更高的一个反映温度啊 因为我们这个废弃呢 从这个摔出来之后 不经过这些管道 直接就到我们这个SCR里边去了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 我们现在目前温基地开发的ISR 就是机载的SCR 它呢是基于在 呃 弹岸化物的控制区域内 发动机使用的是 第六 就是0.1%的MGO来来来使用的啊 那么也就是说 我在在这个进入到弹岸化物的排放控制区域 我要轻化轻化成0.1的MGO啊 不可以不可以这个烧这个 呃 0.5的第六油 或者是更不可以烧重油了啊 它虽然是高压点SCR 但是只能是按照这个来设计的 那么在TI2运行的时候 也就是说啊 我们这套装置 ISR被旁通 这个时候呢 我发动机可以使用最大量 呃 它流量为50% 0.5的第六油 啊 或者是高的油 如果你这个船上配了SCR 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高流 那这是我们按燃料发动机 试验发动机的一个 一个准备情况 那么温基地啊 与这个中传旗下的有关单位 以及我们的服务伙伴啊 瓦西兰一共有五台 现在五台这个研发试验机 可以利用啊 可以用作于按燃料的试验发动机 那么有这个弹钢发动机啊 在Vendor 2 瑞士的Vendor 2 有我们RTS5 这是一个六缸RTFLESS50DF 多缸发动机 这是一大 在意大利的那个特利斯特 那么有这个RTX7 是四缸的52DF 这个是在上海临港 那么RTS8 也是常规的几啊 多缸发动机 它也在上海 还有这个我们的6X72DF 是在日本的相声 这是在RTS 在我们的一个专利厂 那么在全球各地啊 和欧洲啊 包括中国和日本啊 可再生燃料的研究啊 都得到了 这政府的大力支持啊 比如说像欧洲的 我们的Horizon 还有这个FIS55啊 这样子 那么日本也是一样 它有创新的基金来支持 那么在我们国家呢 替代燃料减排 这些技术研究呢 都已经列到我们的 实施武器划里面去 温基地和我们的伙伴 均授予于这些项目 那么我们根据此制定出了 我们的研发路线图 和研发的一个节点计划 那么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 实验员来发动机的一个 最新进展啊 我们已经成立了这个 可地带人研发和创新中心 叫Eric 2020年6月起 开始单纲实验机的安装 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了 那么这是5月份 已经这个机器到安特威普了 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呢 就要到这个城市了啊 那么在23到24周呢 就要到达Window 那么在GTC 我们的试验中全球 Global的一个试验中心 就是灵港 这种未来燃料的 共伪系统的设计 这不是机上的 这是共伪系统的 燃料共伪系统设计 也预计在今年内可以完成 2023年下半年起 我们要在这个RTS8 在这个4X52上进行 安燃料发动机的一个试验 那么这是几张图片 这是这个单纲机 往欧洲发运的一个情况 不足的介绍 那么安燃料发动机的燃料特性呢 是这样啊 它是可燃性比较低 能量密度也低 还溶有水 蒸发器有毒 它溶有水中的 氨气呢 对于水中还是有害的 那么同时这个和这个甲醇比呢 这个安燃料有一定的腐蚀性 那么整个这个安燃料系统呢 它这个在设计里面的安全原则呢 除了我刚才介绍 和甲醇介绍的这几个之外 就是隔离双屏蔽 露泻探测 以及它有这个ESD 和吃不到备份模式之外 那么我们在系统设计上 还要考虑它的方腐蚀 也就是说我们的 燃料供给管路系统的材料 和密封材料的选择上 都要考虑这个安燃料的一个腐蚀性 那么整个这个安燃料 安燃料发动机的设计 包括它的一个燃料供给系统的设计 要符合这个IGC 就是我们和IGF 这两个那个规范要求 那么它的初步的 安燃料供给系统的要求呢 是这样啊 清晰压力是要求在85% 加减2% 那安燃料进气温度呢 是在25到45度之间 低热值是18.6兆教每千克 它的燃料流量也是一样 按照这个与材料机相当 但是要建议 有考虑这个向大一点的这个余度 15%到20%的一个余度 那么烟火油的油量的控制呢 我们仍然还是目标在5%以内 正确把这个烟火油控制在这个5%的总的能量 呃 消耗以内 淡化物的排放控制 刚才介绍过 是采用这个ICR来满足T3 那么整个的安燃料的供给系统呢 那么我们和刚才看呢 和这个甲醇基本差不多 那么唯一一个不同的就是在这儿 我们在安燃料因为它也是有毒 所以说安燃料 它要有一个recovery的一个东西 要把这个氨气重新液化 再回到它的一个燃料罐里面去 这个安燃料的储罐呢 那可以有 可以采用这个根据不同的一个船型啊 或者是尺度啊 你可以采用这个薄膜仓也好 A型仓 B型仓 C型罐等等都可以 这取决于tank的volume 啊 多大的罐 呃 我介绍这个蔚来燃料和蔚来燃料发动机啊 就介绍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江老师 江老师介绍的非常详细 从目前的过度燃料LNG 替代燃料甲醇和氨 以及未来燃料的发动机研发技术规划 都有了眉目 对于我们航运业 向低碳发展 甚至向零碳发展的过程中 过度燃料及替代燃料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信我们很多同仁 都已经采取了相当的准备 那么感谢江老师 接下来让我们再次邀请到 李伟爵李老师 就温基地绿色航运的技术应用场景 进行演示说明 李老师有请 各位 接下来我用比较短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一下 文基地的主要产品和它的应用场景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文基地发动机产品的一个全家福 这是我们所有的发动机产品都在里边了 那么里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上面是我们的双燃料DF发动机 下面是我们常规的柴油发动机 第二个发动机我们总共有9个型号 它的刚径从400毫米一直到920毫米 它的功率范围是从2775千瓦到63,840千瓦 转速从58转到146转 那么下面的常规发动机 我们总共比较多有12个型号 刚径是从350毫米到920毫米 功率范围是从2450千瓦到77400千瓦 转速是从58转到167转 这里边主要想跟大家强调两点 一点大家可以看下面图 只有两个发动机它的型号是RT打头的 就是RT Flex 50-D还有RT Flex 58T-E 其他的都是X打头的 换句话说就是绝大部分我们就是新型的X型发动机 那么还留了两个比较传统的Flex发动机 那么这两个Flex发动机应该说劳苦功高 开发的时间也比较早 所以它在技术性方面应该说是有点落伍了 为了替代这两款发动机 我们就开发了短冲程的X52和X62 大家可以看这里边的X52下面是X52-S2.0 然后X62也是X62下面是X62-2.0 那么这两款发动机就是52和62的短冲程版 它主要就是为了替代原先的RT Flex 50-D 和RT Flex 58T-E这两款发动机 就是这么一个替代关系 那么到今年的5月份 我们总计销售常规的X型发动机是586台 双来来的XDF发动机是523台 这里边常规机是不包括刚才讲的RT Flex 50-D 和RT Flex 58T-E这两款发动机 这两款发动机的销售量其实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把这个都加起来的话 那肯定是上千了 这个量就会变得比较大 那么双来的发动机我们销售的赤头一直很猛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00多台了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常规的一些船型和无纹基地的发动机的一个对应关系 首先我们讲一下散货船 那么散货船总面比较多了 就下面从小到大通常可以把它分为零变形散货船 那么这因吨位比较小 所以它通常是用X35或者X408的物质 那么如果是零变最大型 它的档是要高一点 通常来讲X52 X52-S或者RT Flex 50系列都可以 那么刚才已经介绍了X52-S 其实它主要是为了替代RT Flex 50的 之所以把现在RT Flex 50和RT Flex 58 还放在我们的现有的产品系列里边 是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repeat项目 就是有些要副造船 它不想改设计 所以还有一定的市场 那么下面是一个 我们平常讲的Ultra Max Bulkers 其实也就是64000左右的船 那么它跟Handy Max的尺度差不多 所以用的机型也是差不多 再下面是一种一般来讲 就是那个825为代表的 82585为代表的Comsomax的那个展货船 它应该是用通常来讲是600毫米左右钢筋的 所以比较适合的是X62 X62-S 还有RT Flex 58 那么下面是巴拿马型 那么它的尺度跟Comsomax是差不多 所以用的机型也是一样 再后面再比较大的就是那个好望角型 散货船 那么它通常是用在72左右钢筋的 就是我们讲的X72或者X72-B 这样的一个尺度的一个发动机 最后就是VLC了 30万吨 40万吨 那么它毫无用 用的是X82发动机 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是散货船 下面是游船 因为游船的船型 其实跟散货船差的不多 只不过它的航数通常来讲 比散货船要高一点 高个0.5接左右 但是它用的机也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小型游轮 那么也是35G 40G 比较合适 那么零变形的游轮 就35G 40G 52G都有 因为零变形它的那个 相对来讲它的范围比较大一些 下面是那个巴拿马型 那么基本上是60G左右钢筋 就是62G或者是58G 那么阿弗拉型的 就11万吨左右的 那么它也是用62G或者58G 比较合适 再上面就是苏伊士型的 那么就是用72G左右钢筋的 最后是VLCG 那么典型的运用机型就是X82 集装相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集装相船 那个尺度也分得比较细 从700一直到大于1万1 那么根据它不同的大小 也用了X35一直到X92 尽管上面好像是每一档 都用一种机型 其实这个是一个假象 因为大家知道 因为发动机的大小 船上装发动机的大小 与其说跟船的大小关系密切 还不如说跟船的航数关系 就跟密切 那同样一个大小的船 如果航数变了的话 它的功率变化是比 那个尺度变化的更剧烈的 所以呢 对集装相船来讲呢 其实用的机能更杂 因为集装相船的航数比较高 航数一高的话 它航数档次就比较多 那么同样的比如说 我那个一万箱的集装相船 我的设计航数可以是21.5节 可以是22.5节 差这么一节的话 它风率差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集装相船用的机型 相对是比较乱的 这个是为了一种比较典型的显示 所以呢 看上去好像是一一对应的 其实并不然 下面是多硬图运输船 那么多硬图运输船 它的船型就比较简单了 通常来讲 我们把它分为小于3万吨 和大于3万吨 那么这个机型呢 就35一直到62就差不多了 上面72892呢 也用不到这个船型的 还有气体运输船 那是比较典型的 就是那个NG carrier 比如说是用LNG的 那么我们呢 通常来讲 把它分成那个小于15000方 然后上面一接上来 对我们发动机来讲呢 比较小的就是X40DF了 中等的 那么X52或者X62都可以 那么到了17万方 甚至都最高到那个 以前好像卡器呢 有过打算要买那个 要造那个25万方的 那么这个呢 肯定是要用72机 或者是双极双架的62机 都有 那么目前来讲 我们在那个 大大NG carrier市场上面呢 也确实用过X62DF 也用过X72DF 这都有业绩 下面呢是LPG船 那么因为我们没有LPG的发动机 所以呢 如果是NLPG船用我们的发动机来讲 我们通常来讲 就是用常规的发动机就可以了 X35 40 52 62 72都可以 取决于船的尺度的不同的大小 那么除了发动机产品以外 最近呢 我们也推出了 我们WINGD自己的 混动解决方案 面对日益研科的 那个排放要求 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 一个规范呢 是越来越严格 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除了在船部设计方面 尽可能的减少阻力 提高推进效率 在发动机的设计上面 尽可能提高发动机的能效 降低燃油消耗以外 那么混动解决方案呢 接近年来也变得越来越活跃 那么混动解决方案的 它的主要目标 是将主机 辅机 轴带发电机和电池 这些设备呢 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来进行统一控制 使相关设备 主要是指主机始终运行 在高效运行的状态 因为大家知道 主机在不同符合下 它的单位友好是 相差是比较大的 所以如何让主机 一直保持在高效的 一个运行模式 或者高效的一个运行 符合上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混动系统呢 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大家知道 五音机地本身并不生产轴发 并不生产电池 这些东西呢 都发电机制 我们也没有 那么我们的产品 就是主机了 那么作为一个系统集成方 我们主要的工作呢 是开发一个先进的 混动控制系统 对全场的设备 进行高效的一个能量管理 相对于其他的那个集成商 我们的优势在于 我们是主机的开发商 刚才已经讲过 就混动系统 主要的一个目标 是让主机始终 运行在高效的一个区域 我们是主机的开发商 我们对主机的了解 比其他厂商 肯定是了解的更深 我们肯定更知道 如何让主机 运行在高效区域 所以这就是我们 WINGDD 作为一个混动方案的 解决提出方 作为一个混动系统的集成方 像对于其他的混动厂商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就优势在这里 我们是一个 既做混动的 系统的开发的 那个厂商 又是一个主机的开发厂商 所以我们可以把 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产品的应用实力 那么首先介绍一个 大型机装箱 就是23000箱 当时是全球最大的 装用LNG推进的 大箱船了 那么船中是 是法国的马斯基 船厂是江南和互动中华 分批建造 设计方式 708手 就是马瑞克 主机是由中船三井来制造的 机型是WINGDD的 12X92DF 它的功率点 就是这块发动机的 最大功率点 63840千瓦 80段 这个设计行数 是22节 迄今为止 X92DF的订单量 已经达到了38台 所以我们的销售业绩 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第二个应用实力 是24000箱的集装箱船 这个月刚刚交掉 应该是 大家在新闻里面 可能也看到了 船中是台湾的长龙 那么船厂是户中中华 设计也是户中中华 自己是设计的 主机是中船三井造的 型号是11缸的X92缸B 它是一个常规的发动机 不是双燃料的 那么设计行数22.5节 X92发动机 迄今为止 我们订单量 已经达到了152台 也充分显示了 无级级的发动机 在大型相船方面 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 或者说它的信用 还是得到了 广大船中的认可 接下去 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是全球第一艘 LNG为动力的VLCD 船中是中原海运能源 设计和建造方 都是大船重工 主机是由CSE 青岛工厂来制造的 主机型号是 文基地的7X82DF 那么功率是 22500千瓦 转速是62.5转 这个船的设计航数 是4.5节 那么除了这个订单以外 我们在韩国也有那个MG 就是VLCD的订单 另外呢 比较关注的 比较重点的就是 大型的MG运输船 那么这个呢 就不写具体的一个船型 或者一个船的船名了 因为我们现在国内来讲 就是我们机团的三大船厂 就是湖东 中华江南 大船重工呢 都有订单 用的都是文基地的7X82DF 有的是五缸 有的是六缸 有的是1.0版的 有的是2.1版的 那么上述三家厂 已经今天迄今为止呢 共接获那个MG 大型MG运输船呢 已经达到了39艘 最后呢 简单介绍一下 一个汽车船 就是7000车的PCTC 它的船东呢 是NYK 日本的NYK 船厂呢 是精灵船厂 设计呢 是上海船部设计院 就是STARIT 那么主机厂 是中船三井 主机型号是文基地 7X62DF2.1 然后功率 航数呢 在下面 为什么把这个单独列出来呢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条船 因为这条船是第一艘 装备XDF2.0 也就是装EYZEN的 DF主机的第一条船 也是第一条 装文基地混动系统的船 所以呢 对文基地来讲 它是一个 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个应用实力 好 那么这个 这方面的介绍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李老师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示 船用发动机 是船舶的心脏 也是船舶脱碳的核心 要想实现 最终的脱碳目标 无论如何 都绕不过去 先进船舶 发动机的支持 李老师提到了 温基地发动机 适用的各类船型 以及在咱们国内 成功应用的订单和案例 相信温基地中国 未来在应对中国船东 中国航运界的需求时 能够拿出更加优秀 更加本土化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 让我们再次请回到 江与风 江老师 近期国内热度居高不下的 11x2政策 温基地又拿出了 怎样的答卷呢 江老师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 好的 那我先把屏幕共享一下 看到屏幕了吗 喂 看得到屏幕吗 大家好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温基地的发动机 在满足EEXI规范要求 所推出的EPL解决方案 那么为了实现航运气体的减排目标 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在去年的6月份召开了746届会议 审议通过了MAP公约负责6的修讯案 对国际航行的现有传播 提出了能效指数EEXI的限制要求 该要求将在2023年1月1日起实施 EXI是EDI框架的延伸 它使得现有的传播能效指数与新传抗齐 它是一个衡量传播能源效率的一个标准 那么按照规范的要求 400总吨以上的传播 首次在进行IAPP连减 也就是防止空气污染 中间检验或者在患证检验时需要完成EXI的复合验证 同时换发IEEC证书 也就是国际能效管理证书 那么与EDI一样 EXI是一个非规定性的 是基于性能的一个机制 它是一个基于传播过有参数的一个确定性的目标 那么由传统或运营商来决定 使用哪种方式来满足这个法规的要求 达到IMO的标准 那么EXI所有以下的这个因素有关 第一个那么就是发动机的功率 这是决定EXI的最重要的一个参数之一 第二个是传播的航数 第三个就是载重量 那么传统可以采用以下三类的节能措施 来满足这个EXI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功率优化 比如说这个发动机的功率限制 DPL Egin Power Limitation 那么这也是我们WGD推出了的一个 这个所要的一个方案 轴功率的限制 或者是轴功率的限制 以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那么从而来降低发动机的船舶的航行速度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可以安装考虑安装一些 节能装置或者节能技术 来减少这个船舶阻力 或者是提高路线的推力 你比如说采用这个 那个低摩擦的图腾啊 气泡润滑技术啊 或者是风力推进 或者是说我们的节能余热回收等等 其他创新的一些技能技术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第三个点呢 就可以也可以考虑采用这个 低碳或者是零碳燃料 比如说考虑 采用这RNG组染料啊 或者氨气组染料啊 那么这就需要对发动机进行改装 那么当采用哪种材料 何种材料的时候 对策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考虑好多不同的因素啊 那比如说 我们进行这个改装所需要的时间 所涉及的成本 那么改装所需要的投资的一个回报 传领以及航速损失等等 这都是需要我们在 在考虑这个EDI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 所需要考虑的 那么温基地推出的发动机攻略限制解决方案呢 它是采用可以跃控的攻略限制 它是现有的配备温基地发动机船舶 满足EXI规范要求最适合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它具有实时成本低 实时速度快 同时呢 它在紧急的情况下 比如说它在这个恶劣天气 在危机船舶舶航航安全 或者是在晚级人生命的时候 那么这个发动机的攻略限制 它可以由船长或者是航海值班人员来进行跃控 那么从而保证了发动机仍然有足够的攻略储备 那么当然了 这种攻略限制呢 会对船舶的速度会产生影响的 特别是一些老船 船林比较大的船舶 那么它可能所需要的攻略限制就越高 那么这就是说 它的服务行数可能 它的服务行数的下降幅度就比较大 那么温基地所推出的EPL这个解决方案呢 它没有涉及比如说NOWS排放 它的相关的部件或者相关的setting 这方面的改动是没有的 所以说它不会影响发动机的排放 或者是已经取得的一些证书 这都不会影响不受影响 那么最大允许功率一个计算 刚才讲我们要限制发动机功率 所以说我们限制它 我们要计算出来得到 它应该把这个发动机的功率 限制到一个核 核中 哪一个水平上 那么简单的说 我们这个EEXI的值呢 它的计算就是一个比较简单了 就是简单的说 它是单位运输量的CO2的排放量 那也就是说它的CO2的排放量 除以一个它的运输量 就是一个EEXI 那么下面是它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参考公式呢 就EEXI的值呢 就是主机的排放CO2啊 主机的CO2排放 加上辅机的CO2排放 如果你有辅助的一些电力的一些推进 进去PTI 那么你要考虑把这部分的 相应的CO2排放加进去 那如果你这个传播它采取了一些新的 创新的一些节能措施 那么包括辅机的 包括主机的 那么你都可以把相应的CO2的一个排放给减掉 那么下边呢 就是分母这块呢 就是载动量 参考传输 还有一起执检系 这个相对来讲就不够复杂了 那么有相关的一些机构去 去提供这种咨询服务 那么EEXI呢 按照传型和吨位和分类要求呢 那么它有这个required的EEXI 也就是规范要求的 你对你这个传型和它的一个吨位要求 应该有什么达到一个什么要求 就是一个EEXI的要求 那么还有就是传播实际营运所达到的EEXI 就AttendEEXI 实际运营达到EEXI 那么如果这个实际运营这个EEXI 达不到这个required的EEXI的要求的时候呢 你都要对这个发送机进行 船和发送机进行改造了 那么主要是有三种情况 也就是说有40EDI的船 那一般的来讲的话呢 这种船就是最近几年造的比较新的 满足这EEDI二阶段三阶段的 那么呢这个实际上 它的AttendEEXI呢 基本上都会小于等于这个required的EEXI 那么这样的船呢 就是EEDI的计算券 那基本上呢就可以接受为 换成这个EEXI的计算券 同时呢像这个相关的传奇社 申请免负患证就可以了 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实施这个EEDI的 但是呢AttendEEXI呢 它是不满足required的EEXI的要求的 不满足换成要求的 那么这时候就要提交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了 以及你需要采取哪些一些进行的硕士 把这些资料包括计算 那么提交给这个相关的专业社就可以了 那么主要是一些大批的一些 在2013年以前建造的一些船舶 如果没有实施这个EEDI的 那么这个呢就要按照这个MEP C333 第76次会议的这个估算导则 那么可以由船公司啊 来或者是这个这个运营商的自己来估算 估算你这个船船 它这个EEXI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AttendEEXI 那达什么要求 是否满足这个requiredEEXI的要求 那么当然形态来讲呢 很多这个传奇社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机构 都可以提供在线的一些评估系统 来进行确定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实际运营 能够达到这个EEXI 那么最终呢 你可以确定 就是说我要把我采用了这个 采用了这个这个发动机的功能限制 这种方案 需要限制多少 那么就可以确定下来 那么你或者是可以采用什么呢 发动机的功能限制 或者和其他的一些节能技术 来联合使用 最后来满足于这个EEXI的一个要求 那么我们温基地的EEXI的解决方案呢 它是这个 先讲一下EPI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温基地的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呢 从历史来讲 我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电喷 电喷机的发动控制系统 从2000年开始 第一代的电喷机开始 到目前 现在 我们随着机型技术不断发展 在不同的阶段 在不同的机型上 我们这个控制系统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早运行的一些传播呢 电喷机 它是采用的是 VAXC520和UNIQ的控制系统 那么最新的控制系统呢 我们是YS的一个控制系统 是最两年推出来了 那么采用YS控制系统呢 因为是最新推出来 所以是这些传播也是比较新的 基本上传播从设计上来讲 满足都是 都是满足这个EDR二阶段和三阶段要求的 基本上这些传播呢 绝大部分是不需要进行EPL改装的 所以说我下面介绍的一些解决方案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一些 VAX9520控制系统 以前的Flex系统 和这个UNIX控制系统 做一些相关的EPL的改装 那么可能有些 有一些残会的这个嘉宾 他可能传对里 会有一些更老的一些船 你比如说 我们有些温基地的机器 还有一些机械控制的发动机啊 比如说比较老的RT的发动机 带托轮轴的一个发动机 那么呢 在这一部分呢 就是昌规的 托轮轴控制的 机械控制的发动机 那么我们的温基地 或者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服务合作伙伴 那么会推出啊 就是这个 在这部分 使用机械控制的老机型的 EPL改装方案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不在这里介绍 这个机械控制 机械控制发动机的一个 EPL解决方案 那么电盘机的控制 EPL解决方案呢 主要包括这些啊 发动机控制软件的升级 所以说不论是UNIQS 还是VX520 都要进行系统升级 来支持EPL的功能 那么从硬件上来看呢 我们提供 可以越控的这个 EPL开关 还有指示灯 那么这两个小硬件呢 它会直接与发动机的 控制系统连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大多数车磨在改装的时候呢 就没有不必要进行 其他系统 比如说 飞行控制系统 就不要进行 可以不进行 这个这个升级改装工作了 那么它是如何工作的 EPL 那么在正常的行情 和在港内机动操作的时候 那么发动机的功率 采用一个 采用验证 任何的系统进行限制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 要经过传奇事件验证 那么将来控制系统里边呢 会有这样功能来实时验证 我的实时输出功率 和最大的限制功率 来进行比较 来进行限制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 在紧急情况下 那么危机窗户安全 行情安全 晚间生病的时候 那么仍然这个发动机的 功率限制是可以约控的 发动机是有足够的 功率储备的 那么现在介绍一下 FXG520的发动机控制系统 我们的EPL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在这里边呢 第一个就是要在我们的ECS 就是发动机控制系统里边呢 要把这个最大的允许功率 是指挥一个固定的一个参数 这是一样 那么发动机的输出功率 实时会与这个 最大的功率进行比较 因为我们发动机的 控制系统里 它会有利用这个发动机的一些参数 比方说油门口头转速 它来可以计算出来的 发动机的功率 然后与这个设定的 一个最大功率去比较 那么不允许超过 这个最大功率限制 如果达到了最大功率限制 那么用于控制燃油喷射的指令 就会降低了 来保动最大功率不被超过 那么这个功能呢 它会适用于这个速度模式 还有这个燃油模式 那么这里也分 对于不带复合控制的 LPP和CPP 当然主要是不带复合控制CPP 为了预防外部调充装置的 任何起作用 功率限制功能启用后 要返回到调充机构 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X9520 它的控制系统 就是老的一些 老一代的FlyS机 它的调速功能是遥控里面的 它不是在主机的ECS里面去 所以说我在ECS里面 已经限制了发动机的 这个控制限制功能启用之后 一定要给这个ECS 给那个遥控这边 调速机构一个反馈 也不然的话 我这边限制功率了 那边可能还要调速 那是不可以的 那么对于带复合控制的功能的CPP 也就是说定速运行的CPP发动机 那么它的复合控制是通过逻辑的调整来实现的 那么X9520它要通过这个PCS 也就是说它这个总线 就是Person Control System的总线 与CPP的逻辑控制系统的通讯 那实时的会把这个可用的EPL的功率余度 要通知给这个CPP的一个逻辑控制系统里面 然后呢CPP通过这个限制逻辑 来限制发动机的一个功率输出 那么在发动机满功率的情况下 需求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要开出大马力了 我现在招就是紧急模式了 刚才讲的 我这个EPL可以通过这个逻辑控制 按下去 或者是在我这个FlexView 这个软件里面进行约控实现 那么这个是EPL的状态 和在Vax这个9520那个界面 这是需要实施 需要安装实施的 手动EPL约控开关 它就包括这个 江老师 江老师您能听见吗 好 麻烦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联系一下江老师 江老师 这回呢 可以了 那个硬件来讲呢 就是一个在加车台上有一个 有空开关 那么就是在有就是和这个 FCM20这个 模块 它连接这个电缆 这是硬件的一个安装 那前提条件 Vax9520呢 它在EPL改装的时候 是有过前提条件的 也就是说这个FCM 这个模块的版本 是有要求的 要有采用这个 硬件版本 耗时在07或者是08 才可以 也就是在09年之后 发布的这个版本 老版本的模块 是不可以用的 不支持的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 Unix控制系统 它的EPL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是一样 那么Unix的控制系统呢 我们主要是去 就和和Vax9520呢 因为两个控制系统 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但是这里面 大部分还是比较类似的 首先也是在这个 发动机的控制里面 将最大允许功率 要设置成固定的参数 那么呢 发动机的实时功率 要与它进行比较 如果接近最大值的时候 发动机的功率降低 还保证最大功率不会消过 那么对于不带符合控制的 FPP和CPP 那么在速度模式下呢 它是通过这个 Offsetting的一个 参照的一个转述 也就是说在这个 控制系统里面 我会设定一个转述 这个转述呢 实际上来讲 它是按照这个 转述功率曲线呢 它可以设定到 通过它来限制 它这个功率输出的 是吧 来限制这个功率 不超过这个 允许的参照功率 这个是 符合控制的 IPP 还有这个就是 我们采用这 Combinator Curve 来运行的这个CPP 那么燃油模式下控制的呢 它是控制燃油指令 来限制功率的 不允许超过这个 参照功率的 那么对于CPP 带有带有这个 控制功能的CPP 也就是符合控制功能的CPP 就是说通过 逻距调整的 调整来控制 发动机是定速的 通过逻距来调整 符合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UNIQ会通过 PCS总线 和这个CPP的 逻辑控制系统来通讯 就刚才介绍了 我们他要把实时 再把可用的 这个还有多少 到达这个限制线 它的余度 来通知到这个CPP 不好意思大家 目前网络有一些波动 让我们等一下 江老师 那么 如果需要发动机的 更高的一个功率输出 那么这个EPL 可以通过 用控开关 或者是在 LDU20里面 进行这个 进行约控 这是一个 它这个 那么它的实时 也是一样 刚才和这个 Vex19520一样 也是包括一个 约控开关 还有这个 带这个调光器 带个光信号的 能够发 这个这个上面 带个LED指示灯 发出不同的 通过这个测镜信号 发出不同的 光代码信号 同时呢 也是按照要求 呢 要有这个 实时状态 和故障值的记录 都要在 LDU中的 EPL日常来体现 那么这是 它的一个 安装情况 需要安装的 也是一个 这个 这个约控开关 还有它的一个 连接电来 到这个 CCM模块的 连接电来 需要 那么这是 LDU的 这个 在20里边的 EPL 则专门 增加了一个 用户的一个界面 在这里边呢 它会指示出 这个EPL当前的状态 是激活还是 没激活 什么什么样 要有发动机的功率限制 是多少 那现在实时 功率发动机的测栏的功率是多少 还有这个 通讯的一个情况 Message 那么还有一些 月控的按钮 确用月控按钮 取消月控的按钮 567 以及月控激活指示 那么下面这两个呢 是适用APP的时候 比方说APP 您能听见吗 那比如说 以及调光器的一个约工开关 这是硬件 那么安装调试 还有验证 这都是由温基地来负责 那么呢 还有这个提供 来向传媒社 进行认证的证书 和必要的文件 这都是文件来提供 那么安装事件 就相对来讲 并且简单了 那么我们温基地计划 在靠岗的一天之内 就可以完成 EPL安装工作 那么软件安装工作中 发动机是不可启动的 那么当然这里边 也有一个要求了 就是说我们事件 那些准备工作 反正讲都要由传媒 来提前准备好 做好 那么这是EPL 与这个AMS 就报警监测系统的 交互界面 发动机呢 通过统线 会将这个EPL的信息 提供给AMS 或其他船上的 其他的一个日制系统 这是根据需要 你可以这个 由船船制定来决定的 那么这些信号 可以用来更新系统 来指示EPL的一个 实施状态 你也需要在这里边 APL的一个实施状态 那你可以去 可以去更新 那么这里边的信号 包括什么呢 就是Canbus和Modelbus信号 包括这些 EPL限制已经超过 达到限制 约控 限制约控 以及约控按理故障 等等 这几个信号 四到六个 如果是CPP 或者是UNIQ 就是说 信号不一样 也就是四五种信号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总线 到这个AMS里面去 那么这个刚才介绍的 EPL所需要的一个新硬件 这个是专门指的是 VAXG520 所以说它的硬件版本号 要必须要在这个 07或08 这个版本号 那么之前的老模块 04和06就不支持了 那么从这个模块后边 可以看到有一个 这个红圈里面显示的 就是硬件的版本号 所以说这个 如果你是VAXG520主机 老的FlexG 你需要做EPL的时候 你首先你要检查一下 这个FCN模块的版本号 是多少 如果要是版本号是老旧的 那你要是想进行升级的话 改造EPL改造的话 你必须要提前 要订购这个EPL模块 那么VAXG520 FlexView要升级到这个 一样 对于这个VAXG520控制系统 我们的FlexView 也升级到FlexView2 新的这个人机交互界面 这个是要专门讲了一下 这个EPL在带有复合控制功能的 CPP上的一个上面应用 这是仅适用于CPP的装置 是如何进行控制限制的 首先就是说发动机通过 CPP来调节逻辑进行控制 然后发动机的控制系统 它会给予 大家不好意思 我们江老师那边 因为是手机热点开的网络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电话进来 实在不好意思 以及CPP故障信号 作为讯息和日制 通讯通过饶控系统 采用可用的总线进行 那ECS执行下面这些功能 包括这个月控按钮的界面 以及这些电缆的段路监测 这个EPL功率的余度的计算 EPL功率已经超过 监测还有日制 这些 那么与这个遥控这个系统界面呢 是这样 YXG520的系统呢 燃油限制功能是不可用的 因为它是 只是在此时 带有CPP的这个功能上的 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CPP的逻距 来控制功率的 来限制功率的 那么UNIQ控制系统呢 发动机输入功率限制 不是通过CPS 不是通过ECS 就是不是通过发动机本身来了 它是要通过这个逻距 那么新的控制功能 需要在CPP里面控制实施 那么温基地会提供信息和界面 单独订货给这个CPP厂家 需要单独给这个CPP厂家 所以这个呢 如果是CPP的船 带有CPP的船 进行这个EPL这个改装的时候 稍微能够复杂一些 那么传统和运营商 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那么如果要想在一天内完成 这些工作需要做 EPL的运动开关的位置 一般上来讲呢 这个需要雨传机室来明确 只要可以的话 要安装在驾驶台上 当然了 如果传机室同意的话呢 这个雨传开关 可以安装在任何的位置上 你比如说安装机工室 或者主机上都可以 那么雨传开关这个接线 工作由传员进行 视线由传员进行 比方说布线 是吧 那么它的开关采用的 标准的四新缆 如果船上已经有这个 比方说到驾驶台 有这个备用的四新缆 可以利用的话 也就OK了 那么这个EPL开关的安装孔 开孔 比如在驾驶台上 你需要开个小孔 是吧 那么这都是来 船员要提前进行的 AMS相应 包紧监测系统 如果你要做相应的修改事实 那么你也要和这个 包紧监控系统的厂家 去询问 那么文件资料 那么文件是这样规定的 我们的EPL功能呢 它是满足各大 船员的规范要求的 所以说我们 提供这些下面这些东西 EPL的管理手册 就OMM 这是由文基地来提供做的 EXI的计算券 这是由文基地提供的 软件更新确认 这是我们来做的 那么提交传机设认可这块 那么这些资料全了 提交传机认可 这是由传东和运营商来进行的 那么VAX的9520的系统 对着EPL加装呢 它还是有一点点要求的 这个要求的刚才讲了 一个是FCM的模块 最低的版本 107和08 这个要事先要评估的 需要的话 要事先要订货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提供一个PC 或者是这个 笔记本电脑和工作站 这是来安装这个FlexView2 这个新的一个软件 在最低的一个配置要求 在这上都已经列出来了 那么这个笔记本电脑 或者工作站 那仅用于这个 我们这个FlexView来使用 不可以安装其他的软件 那么这是EPL采购的 一个安装程序 那么呢 首先要是如果 要获得攻略限制 传军社要求 这个要需要和传军社 进行评估 然后呢 确定选择这个 通过这个EPL的这个方法 来满足这个EXI的要求 那么限制多少 这个确定之后呢 来向那个WingD 来订购这个EPL 也就是说 攻略限制 那么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那刚才讲了 就是 有空开放的位置 安装位置 已经 需要的一个线缆 那个不限工作 那么再有就是说 如果是YXG520的 老的FlexG 那你要进行这个核实 包括它的一个模块 版本号 硬件版本号 那么一天工作 在开网的时候 我们派人上去 就可以把这个 这件工作给他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那个 在电风机上 所推出来的 满足EXI 所进行的一个 这个我们叫EPL Engine Power Limitation 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就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江老师 如果对于这个部分 你有任何不清楚 或是 想有问题的地方 也欢迎通过评论区的方式 联系我们 给我们留言 数字化脱碳技术 数字化技术 在 航运脱碳中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基于软件设置的 发动机 发动机 功率限制系统 EPL系统 帮助传动 满足 EEXI新规 而且江老师也强调了 该系统安装的便捷性和经济性 在船舶靠岗一天就能完成安装 不会影响我们的船期安排 该系统已在六月上旬 在希腊波塞东国际海市展进行展出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EPL系统的资讯 可以在评论区点击我们的链接进行查看 好的 我们的分享环节就到此结束 如果您有兴趣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公众号搜索温基地 关注我们 我们将为您带来 航运脱碳路上的第一手资讯和解决方案 好的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讨论和问答环节 我们的讨论和问答环节同样非常精彩 能看到后台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专家 江老师和李老师来为大家解答 好的 那我们就先看一看第一个问题吧 后台收到了一条这样的问题 请问原来的DF主机 可以加装ISER吗 我们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从技术上来讲 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从DFG来加装ISER 比柴油机改装成DFG肯定简单的多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 机舱的空间云不允许这样的一个加装 因为刚才也看到了 因为ISER的系统 包括那个飞机冷却器 循环柜等等 都有一定的体积尺寸 如果说那个机舱里边有这样的空间 或者能够找到这样的空间的话 这个改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跟ISER有关的 ISER通过降低燃气空气混合物的反应 活性来抑制暴染 有没有什么极端情况 使得哪怕再循环率开到最大 仍会发生爆炸 好的 那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跟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肯定是考虑到 那个发动机运行的一个可靠性 传播的安全性 会的 因为任何发动机 它的功率输出 它都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 对DF发动机来讲 装了ISER以后 它也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第一个限制条件就是燃料的甲烷值 对我们的发动机来讲 要发动机开到全复合运行 或者说开到百分之百的功率 那么它的甲烷值最低 不能低于65 熟悉天然气的人都知道 65的甲烷值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要求 就是你在市面上买到的任何的天然气 它的甲烷值都不可能低于65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环境工况 通常来讲 我们发动机的最高的环境温度 都限制在45度 如果温度高于45度 那么它对DF发动机来讲 它的爆燃的风险就会增大 那么发动机肯定会要限制功率来运行 但这个并不是DF发动机特有的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常规的发动机 常规的柴油机 烧柴油的柴油机 它在45度以上的环境温度下 它的功率也是要打折扣的 所以这个并不是DF发动机特有的一个限制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 不管是装了挨着 或者不装挨着的DF发动机 不管是DF发动机还是常规发动机 对全功率输出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只不过DF发动机对燃料的甲烷值有一个限制 也就是刚才讲的65 而且这个限制值并不是一个非常苛刻的限制 就这样 好的 谢谢李老师 让我们看一看下一个问题 目前新造船在替代燃料方面如何考虑 将来能够改装吗 改装的内容都有哪些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请江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下 江老师您能听见吗 好的 好的 听到 是这样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不错 因为目前好多船中在新造船上的时候呢 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我选择什么样的主机 选择什么样的燃料 也是困惑了船中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 一般来讲 就像我刚才所介绍的 未来燃料是个趋势 但是呢 在过渡期 这个RNG作为过渡燃料 还是非常这个 在从减排能力上来讲 从阶段上减排来讲 还是非常可取的 所以说新造船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通常还是推荐 我们使用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的RDF 所有燃料的发动机 少RNG的 那么这种玩乐机呢 可以进行20%以上的一个减排 当然了 在这个发动机的时候 在选择这个 RNG作为燃料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提出来 对未来燃料的一个REDI 你比如说Mentenal REDI 或是Armonia REDI 那么将来这个 可以实现这个 甲醇燃料 或是安燃料的一个改装 当然XNG也是一样 也可以实现这样的改装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我们的甲醇燃料机 会在2024年中就推出来 安燃料的发动机呢 会在2025年的中期 会推出来 那有的传当可能说 我现在的造船机的话 那么从船厂来 交船机 那正好切合了这个时间点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 就是说 现在就确定 我要定这个 甲醇燃的发动机 使用我们的甲醇燃料 发动机也可以 所以我们2024年的年中 就可以就可以推出来 那么如果你要采用REDI的概念 那么将来的改装 那么就像我在PPT所介绍了 我们目前提供了初步的改装内容 这个改装内容主要三部分 一个是软件 一个是硬件 硬件呢指的是 这种燃料的控制系统 不是燃料 燃料的喷射系统 管路 包括这个 相应的银火油系统的改装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改装内容 就是是否要加装ICR 也就是说满足这个排放要求 那目前来讲 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简要的 一个preliminary的一个改装的方案 那么详细的改装方案呢 我讲会在 这个 会在不久吧 结果正式推出来 OK 我就回答到这 好的 谢谢江老师 因为我们会像时间有限 所有的相关问题 我们都会记录下来 在公众号给您进行一个答复 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嘉宾 和各位参与会议的业内同仁 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以其他方式 给我们发送消息 温基地持续助力 绿色航运技术 并为您带来最新的 高效脱碳解决方案 最后 让我们有请 温基地中国区总经理 张志勇博士 张总 大家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首先 还是感谢大家在这个 百忙之中 参加温基地中国 2022年线上的 这个研讨会 也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 对温基地公司 一贯的 关注与支持 目前的全球行业 正处在一个革命性的 一个转型中 绿色低碳已经成为 未来数十年发展的 一个主要旋律 船部发动机是 船部的心脏 更是清洁能源 成为船用燃料的核心 而我们温基地公司 作为一家 为商用运输船部 提供驱动动力的 二重程发动机的开发者 在相关领域 有着丰富的经验积累 与深刻的理解和布局 正如刚才两个 我们的专家所介绍的 当前LNG 已经成为一种 在全世界范围内 广为应用的 传用传播 其实市场上 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构建起了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 可以便利使用的 LNG的基础设施 同样我们想 对于其他的新型燃料 和碳中和燃料 我相信应该也是会有 类似的时间框架 最终能达到 具备广泛的一个可行性 这也意味着 对我们当前的航运业而言 LNG 仍然将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燃料 除了能够 已经相当达到 可观的温室 气体减排的潜力 还能够提供 最佳的燃烧的性能 并且减少更广泛的排放 比如说淡氧化物 颗粒物和硫氧化物 当然了 甲醇和氨燃料 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并将逐步渗透到 我们传用的市场中 仍将 但是在这个全球范围内 要建立这个基础设施的话 这还需要 全行业 及相关的产业链的 共同努力 作为应对 就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 我们将继续加大 X型发动机 和XDF发动机的开发 X型发动机 是我们最新一代 充分得到运行验证的 液体燃料发动机 采用当前市场上的 传统燃料 同时也可以使用 潜在的新燃料 如液体的生物燃料 另一个系列就是XDF 双燃料发动机 它既能够 使用传统的燃料运行 也能够使用 包括在LNG 在内的气体燃料 所以XDF发动机 在可持续的 未来燃料过渡方面 具有特别的优势 在当前的 国际航运市场 各种船部中 都有 都保有大量的应用 同时 我们温基地公司 在两种燃烧过程 一个是Auto循环 一个是Desail循环 都拥有多年的 开发和应用经验 这使得我们温基地公司 在甲醇燃料和鞍燃料 的开发过程中 可以更均衡的 关注于其基本的燃烧机理 以选择更可靠的 更经济的技术路线 也基于这个 我们制定了 前面所介绍的路线图 以开发 使我们的发动机 可以应用这些新燃料 根据这一路线图 2024年 我们将完成 首台的甲醇发动机 2025年 将完成 首台的安燃料发动机 同时 我们的X机型和XDF机型 也可以进行 可持续的升级改造 来满足这些未来的 可能的新燃料的需求 当前我国经济 高速发展 中国不仅仅 已经是造船大国 而且也是重要的 船东国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 我们国家的本土企业 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船舶的相关企业 在技术 产能 质量 和服务 能力方面 都有着迅速的进步 从环境角度上讲 我国政府也制定了 与碳排放相关的明确目标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2020年 2030年达到碳达峰 2060年达到碳中和 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 对于我们温基地公司来说 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同时也是一个千载难封的好机会 而温基地中国公司将坚定的 与国内同行们一起应对这一机遇和挑战 为此我们在国内也已经成立了 专门的工程化团队和试验团队 以加强与船东船厂设计院 主机场 供应商更直接的紧密合作 以更高的效率 将最新的研发成果 应用于我们广大的客户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 温基地公司的一贯关注与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张总精彩的总结发言 正如张总所说 温基地将一如既往的为广大客户 提供更高效 更优质的技术研究成果 谢谢专家分享的干货 也谢谢温基地中国和瑞士领导的支持 最后 本次研讨会的概要内容 也会发布到我们的公众号中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扫码进行查看 那么我就在此宣布 本次研讨会就此结束 感谢各位专家 感谢各位嘉宾 感谢在线的各位同仁们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